国语有生善书 圣德堂善书 生命之光 主诸先佛为九天思命真君 本堂主席官登台 圣事 因有真诚道志 欲翻印造君真经劝世 用心可嘉 燃旧经身典以难适应时代之需要 故无向无疾姚池老母请求著作新书一部 以蒙恩准 今夜老母颁旨 无心甚悦之 诸生同寿其荣 悉静心准备皆知 姚池嫁前董双成援军将 诗曰 大道将来圣德堂 玄机庙里此中藏 三餐清净天除客 火里灾连做食粮 盛世 今夜无奉无疾姚池老母一命 戴一纸宣读 神人俯伏 静听宣旨 亲奉无疾姚池老母一纸曰 母居姚池 心怀尘世 念圆灵堕落 痛诸子失德 虽有诸天仙佛将鸾宣化 无奈世界花花 尘埃普普 偏多醉生梦死之辈 少有省觉修真之事 令诸天好叹 三草普连 故母心不仁 普锤大道以整灵同 性迷途之凡者 见有其人 母心稍未一二 观今世人 生于科技盛世 迷于物质生涩 顿望本源 人类生活之竞争 无非求得生命延续 即身心健康愉快 但维持生命源头之神 私命真君 造君 早为世人遗忘 为求生命活泼 需由能源不断补充 时免惠命悬丝 神光断熄 今母为广开光明绝路 特赐指一道 命尔台中无极圣德堂著作新书一部 颁次书名曰生命之光 命有九天思命真君 纸笔著作 由圣笔扬生以问答方式 符鸾产书庙里 七将生命之光源产路无疑 不但有益于每一个家庭之前道 亦为重振女德之一大喜讯 直到之日 每页符鸾著作 献一个月著成缴书 悉诸子使之效劳 神人各尽觉职 书成之日论功生赏 龙华榜上各赐其名 印赠宣讲 普话流通者 同著其得 悉天下众生体悟天心 悟为母命 身体力行之 亲栽悟呼叩守谢恩 瑶池仙童登台 诗曰宝书解惑化丸于 庙里深藏火出珠 盛得光辉阳四海 家家学道设天除 序 光是生命能源 动物 植物缺少阳光 便为黄甘枯 人类除需要日月之光补充营养之外 最主要的是还要发动自己体内的生命神光 去补给日月光芒所照射不到的地方 红灯绿酒 举世花花 世人沉醉在暗示中 赌博 酗酒 奸吟等昌似横行 苦中作乐 求取一时舒畅 麻痹灵性 使头上灵光日渐暗淡 自陷于阴森地狱 眼前所见 到处充满邪门鬼火 故意将造军正气之光熄灭 造成生命能源的危机 造军主宰众生生命饮食 关怀世道 在明峰淳仆时代所讲述之造经盛典 于新朝今日 已无法教化顽弥 故降比于台中圣德堂著作新书 阐述生命的真义 将有关家庭 厨房 卫生 健康应注意事项 产录无疑 足供世人参考应用 是一本食用家庭保健 为善书中的善书 若每一个家庭拥有此书 一定全家平安幸福 资纸宝书出版之际 特殊树言为赞 事为序 姚池仙童仅序于台中圣德堂 九天私命真君降 诗曰 世间户户有人烟 饮食三餐盐寿年 只拜厅中老福德 那只土地管农田 诱诗 新书奉命树根油 获得救人数万秋 妇女厨房吹料理 可怜不适金神忧 缘起 吴奉命著作新书生命之光 今夜特降临圣德堂 先述著书因缘 私命真君俗称造门宫 造王宫 私命真君或称九天 私命护宅天尊 获得真君 以前老弱妇孺 人人知道我的名号 人人尊敬崇拜 到了今天时代变迁 土造柴心 已经淘汰 瓦斯炉 电锅取代了旧式吹气 这是众生之福 但众生不知 冥冥之中谁在主宰这种进步的现象 我本先天真神 赤精火神 火石上炼道而成 历劫不坏 因旧杜生民 故化身千万亿 家家有造有人烟 才有生命存在 我出临人间 看见生民生活困苦 有钻木取火 早时点火 火药出现后才用火柴燃心 当时设备简陋 妇女主义餐饭 废时点火 火燃之时 厨房熏得乌烟瘴气 妇女眼泪两流 孩童在旁哇哇大叫 我身为私命造神之职 见此情形 心甚不忍 故起奏天庭玉地 悉能降生智慧聪明之人 发明心事能源 改善厨房设备 几经啃奏 民智日开 社会文明 科学技术人才辈出 终于完成改善生民生活心愿 就是土造锅炉 已经淘汰不用 瓦斯电锅 排油烟机 琉璃台出现在每一个家庭中 原来家中安放私命真君神位一并被淘汰 患得家家奉四一尊土地公 福德正神 商人也拜土地公 不知土地只管农家 害得老土地公在地盘耕种之余 夜间还得瞪着老花眼打算盘 世人看见土地公手上之元宝 便尊敬礼拜 将我这各赐你三餐之造门宫 望得一干二净 今日我非来要求众生拜我造君 只是讲几句公道话 其目的是要点燃众生生命的火花 使大家步上光明大道 我私命真君 不是指救你们肉体之生命 现在我要走出厨房 四处寻找有缘人 有火花引燃厨房的新灯 以救度众生之性命 如此 私命真君的任务才能完成 私命 私命 普救众生生命和性命 愿众生之命 顺命 不要丧命啊 今夜直笔开著新书第一篇 国语有生善书 圣德堂善书 生命之光 主助先佛为九天私命真君 九天私命真君将 诗曰 火候浅身酒转丹 安卢力顶主先餐 咸田记记掉真味 可口生金不畏寒 圣事 我打开黑暗的窗户 使人们都见到了光 我走到一户人家 看见室内栽植的盆景 叶子都探出头来 朝向阳光 草木都想奔向光明 世人为什么还喜欢在暗地里 行些违法的勾当 像似阴沟翻船呢 造军刚才所说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阴沟里污秽的堆积 翻生着蚊虫 细菌 许多人受到细菌传染而病倒了 所以沿阴沟里翻船 我放出一道三昧真火 杀菌消毒 使病源断绝 以前言饥寒起到心 今日是饱暖私淫欲 昔日的阳长小径少见跌倒 今日通街大道 不断闹出人命 闻名世界万家灯火 都是暗室密布 故意与光明断革 我定神一看 那是禽兽般的行为 自己建立了非人宅舍 犹如牛仇 机设设备的模样 人的生命之光在此丧失了 在暗室坐热后 似兽行后或大病出狱的人 精疲力眷 带着疲惫不静的身子 离开那黑暗地方 算来发泄了情欲与耗费金钱 并没有带回家一点好处 不就像阴沟里翻船吗 造神为何好约四命 今天餐桌少一个人吃饭 不是他不在家 就是去世 丧命了 所以会吃饭的人才有生命 造神为火光之神 人若冷却没有火候的时候 已经毙命 所以造君为私命之神 人体之温度 就是私命真君元气所助 施元气则私命便为施命 在造君言 食物若有毒或不解都能危及生命 造君火神主熟生物 有杀君消毒之作用 在身而言之 私命真君既是人之心火 心如不跳动 其命即轻 由其修道须安卢立顶 顶天立地 炼其火后 将私命真火气 化为浩然正气 平时脾气暴躁火气上升 非是阳火发动 乃是阴火冲动 火离炉灶 燃烧及防射 称为火烧功德林 妇人燃柴煮饭 若顶内无水 其燃烧过度 锅顶自然焚毁 此言修道不知调和水火 平心静气 会产生许多毛病 煮饭时 不知将柴火放在灶内 而将火种喷出灶外 即易引起火灾 乃言人能将火性安置于火龙内 则此火称神火 佛光 若随便发火 称为阴火 鬼火 容易招灾 毁灭生命与财产 世人宜甚之 宋造君回天赴命 为何选在腊月念四日 古传宋造君为十二月念三日 念四日 因腊月岁月末 家家准备过年 除旧迎新 清扫屋内室外 故选在此两日 宋造君及家神 为整理环境 清洗器皿 需先宋神外出 以免清扫 洗尘时 造成污秽满屋 而冒毒神圣 在修道而言 人要过新年 则度一大周天 365日 因一年来厨房造中火候烹炼 产生出渣子 此时要蒸年糕 煮年饭 准备全家大小团圆 要聚集一桌 除夕大会串 故先将桌椅擦拭干净 造中残灰除净 年糕年饭 煮来易于成熟 所以年中宋造君表示清造洗尘 隔去旧毛病 将一年积聚心头的残渣除净 以迎新春 造君一年中在厨房被熏得满身油腻 趁此时回天用甘露伐水沐洗一番 心碎一道 一元复始 大地回春 迎接造神回家 救人换个新人 人们以田石拜造神 期望造君回天奏好事 世人365天 做的事情那么多 怎么奏得完呢 造君权力最大 世人无论出外或在家 三餐都要饮食 只要经过烟火东西 便有灵气在内 灵气既贯注于你身中 任你东南西北 我不离你左右 事事我皆知道 造君回天不是将你每一件事上奏 如学生考试 只报告评分 不是将全部答题一一列出 至于吃田汤圆说好话 只是世人鱼吃想法 神仙不是贪吃鬼 吃了田园一样肇时报告 一年只让世人请一次田园 吉祥的好处 实在太便宜了 若日日拜我田园 则上游打园场可能 世人要我讲好话很简单 我教一办法 宋造神之时 红园三碗 全家大小翠在造前 吐出真心话 历历在碗中 忏悔一年中所犯过错 誓言来年一定改过自新 我看你们真心改过 一切罪过已经吐出 年在碗内糯米汤圆中 这些甜味可以化去 一切咸色苦辣之味 三碗汤圆带回上天化验 如果罪至大都吐清 玉地大悦 我趁机为众生洗罪 才是妙法 否则让我带回三碗田汤圆 一册犯罪案卷 吃来也不是味道 国语有生善书 圣德堂善书 生命之光 主助先佛为九天私命真君 九天私命真君将 诗曰 开光点眼出阳神 早晚凤香显圣真 落火明灯开绝路 三千孟母得为林 造为光明之相 请述先佛圣相 今身开光之意义 先佛神灵居于高明之天 动世三界 无微不察 何以要再开光呢 因先佛金身圣相 由树木凿成 雕刻师父在雕刻过程中 刀笔旗下 将整个神像撒得满身灰尘 虽然金箔贴身 成为一尊庄严圣圣相 但此时还未能献出其神 如车油垫充足 若不打开开关 点火发动马达 这辆车子停止不动 不能发挥作用 神像金身加以开光点眼 表示点火发动真神 不再是木偶像 火光为纯阳之气 代表光明 一般人替金身开光 用朱笔点支 朱墨为红色 代表火色 血色 神眼有血色 显示是活仙 活佛 即具有灵性与活力 神眼一开 可比明镜高悬 茶秋毫 便中间 分叉恶 发挥旧事护民 朱邪趋腰之法力 故言 神像需开光 画龙要点精 那么世人修道呢 需要请明师为你点悬开窍 以显露本性 日渐光明 修成活佛 活神仙 屡见拜神之香炉 发炉燃烧 一般人都觉有意 造君为火德之神 请示此现象之意义 香炉发火 意为炉中香火太盛 热度过高 香脚会整个燃烧 此可言为香火旺盛 二者为神圣 对善信或祖先 对子孙有所指示 无何方法 只有借火引燃香脚 以示警告 香脂本来由上 慢慢沿下燃烧 则属正常 若由下发火燃烧 表示下民有事 故称发炉 止火即现象 如人被火烧到脚 非伤亦痛 世人逢此可用 圣告请示及凶 但不必慌张烦恼 发炉有时是即非凶 有时则无关紧要 在人修道论之 火后如果成熟 亦会发炉 已显示出生命之光辉 乃是火中开帘之象征 发炉已定即凶 急者表示 先佛在炉中炼丹刺丹 正气浩然 凶者如人无名火爆发 气得暴跳 如脚踏火炭 烧毁自己灵体 无名火烧毁功德林 这种牺牲自己 无益他人之举 是愚痴行为 世人修道甚多受人情束缚 虽牺牲自己 但是人己皆无益处 这是余行 浪费能源 好像在睡觉时 还点一盏明亮电灯 不是白费吗 神像今生开光点眼后 有否可能侵入邪灵 神像开光点眼后 偶尔被邪灵侵入 冒充先佛名义 作祟佳人 故主持开光点眼者 最好请有道之法师 或修道者 或先佛扶鸾亲自为之最佳 雕刻之木材不清净 或开光点眼者道横不深 或本身心术不正 邪气充塞 此种功德不修的人 替先佛开光 则难于请到真神降临 以俗人之眼睛而言 要洗眼 请各拥医 药水本身不清净 或用未经消毒器具 加上技术不经 乱为病者 眼睛动手术 有时小病受传染病菌 而变大病 或经拥医之手 不但不能开光 甚而变为盲目 世人要替神圣开光 一定要身心沐浴清净 在焚香导请神明降临 善信本身 也可以自己焚香导请先佛 以无形开光法为之 其法如下 心雕今身请来 每天香火不断插在神前炉中 口念 佛光普照某某神明 眼耳鼻舌身意 正法六通 动世三界 救度众生 诸邪妇媚 金光速降 焚香时念三次 经过七日 神像自然开光 因香火发光照亮神线 加以温度上升 七日一阳来复 天地灵气感动 如小孩之出生后 慢慢可以自动开启神眼 今日世界能源危机 请示造军的看法 科技发达 十一柱形预热 讲求享受 因不知节约而浪费过多 所以产生能源危机 人之心田藏有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能源 但人类不善开发 依赖于机械 使能源消耗过大 似之日渐退化 所以要重振人类本能 需要多劳动躯体 不可一出仰赖机械而生活 造成头脑发达 精神衰弱 世人一自力更生 有盐原水救不了进火 自身之火力已甚为旺盛 应好好加以利用 否则原水 外国石油 如何能救的进火呢 国语有生善书 圣得唐善书 生命之光 主助先佛为九天私命真君 九天私命真君将 诗曰 命运由天意在人 贫穷富贵问前因 勤劳节约天轻浮 作恶多端转见贫 私命造君主掌厨房 富贵贫穷可以从三餐饮食中看出来 有言 富贵贫穷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到底其真实性如何呢 俗语云 富贵穷妖 命中注定 这是世人历经几个世纪的经验之语 世人同样是十月怀胎生出 有者智慧不逊别人 别人当官发财 他努力不懈 仍然不能出人头地 便埋怨上天不公平 有人三餐绰绰有余 有人三餐不济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命运也 命运绝非迷信之谈 世人降生于世 称落土 人有人种 降生世间及世人的种子播种 在红尘泥土里 从此开始生根发芽 同样是一粒种子 有的结果丰收 成为富家 有者多病或欠收 无何结果 或结果之时 受到天灾地变损害 无何所得 成为贫困 世人言此为运气不佳 我言命运不善 要追寻根底 只有追踪考察 这粒种子的品种 即灾重地方 品种为本身前世之善恶 地方为金氏投胎之父母及家庭 前世若是恶事做太多 则这粒原种品质不佳 造成金氏无法收成之因 什么种子就要播种 在什么地方 这叫物以类聚 因缘相合 恶种子自然投胎 在无祖德之家庭 无祖德之家 比喻后天地质不佳 水土不服 要想长出好的稻子 无骨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世人今生想好结果 前世定要种好因 没有播种 哪有收成 没有积德 哪会投生福家 没有优良品种 肥沃土地 怎能忘有丰收呢 所以命运前定之说 由此而来 既然命运前定 世人将一切为之命运 不再努力 不是更惨吗 好的古种种 在肥沃地质上 长出优良的稻苗 这是先天带来的命运 有好的品种 若无人工加以除草 照顾 也难忘结果丰收 良田若让杂草丛生 滴水不加灌溉 让良田荒芜 终无收成 好像有善根的人 投生在一个有道德家庭 但人总是要出外谋生 社会的复杂就像田中杂草 若不除去 在外受恶有银棚引诱 定力不够的话 终会堕落 这如田中稻子被杂草掩盖 哪有出头之日 田无水灌溉 道义不良 水及人的学士 称智慧水 家庭的教育总是有限 仅靠天与灌溉 稻田是不够的 故学校教育甚为重要 孩童智市一开便要送入学校求学 灌输智市及做人道理 这如河水长流 引导入田灌溉 如此后天加以培养 与者成智 智者成慧 前生因果不佳的人 命运由此人间改良场的改良 亦可有成就 所以世人不要自暴自弃 若以为八字命 落土时不佳 便消极自弃 那才是真正无出息的歹命人 或是生命的能源 但应如何应用 才有意识人呢 若不煮饭时候 需将电源切断 或将瓦斯关闭 心柴熄灭 此为节约能源 节省元气 世人早晨起床 慌慌张张 有时未吃早餐 就赶往上班 生活紧张 如喇叭按个不停 不是费电吗 中午又不休息 让电炉退热一下 一日念四小时 不停煮饭 电炉 人体 容易毁坏 晚上又四处携油 酒色不洁 人怎会健康长寿 酒者 如水泼在心柴 火就燃烧不起来了 元气受水气 阴气 浸湿 自然发不起火花 又如用水 洒在锅炉燃烧中通红的乌丝上 锅炉很快就被毁坏了 再者 酒者如洪水 若饮过量 如排水沟不凉 人体五脏六腑难于附和 蒙酒如下不停的大雨 一定泛滥成灾 酒醉的人走路颤薄 又走在雨中 往往被洪水流失而丧命 岂不看高楼大厦 巨树 凉田 水灾一来照样不客气将它流走了 一个两脚颠簸 人还醉住 水还对你客气吗 人的生命如青绿的稻田 若以酒水灌溉 稻苗一定枯死无余 色者如胎漏气 如气漏电 人若贪色 精气泄漏 一旦浴火上升 血脉 电线 高热 锅下猛火进攻 燃烧整个身上 眼睛冒火 造成火灾烧宅射 一时火焰冲天 头色后 精血流失 精气电 走漏 电灯突然转暗 两眼疲倦 无力昏暗 火如过度 顶斧上的水 蒸发前河 气散 精血失散 所以我私命真君 愿是人人伦大道 不可施 但淫欲不能贪 如水火适当 寂寂 家庭温暖 若四处花天酒地 如手中点着火把 四处放置 危险万分 一不小心火灾烧屋 你正在欢热望我 一时不知逃命 终于玩火自焚 酒如水 水属柔性 为何有这般大的力量呢 酒虽为水性 但阴冷狠毒 有拔天盖世之力 因其藏有火性的酒精关系 所以一根火柴就可点燃它 酒精这个妖精 就是水中之火怪 所以洪流大水 有千斤万劲之力 是水中有火鬼之推波注释 才有这股巨大力量 俗语云 水火无情 知性变好 水火无情 但苦知性结用 自然力是一人 否则火神变火魔 水先变水鬼 世人要知道啊 酒色足以损身害命 那么这个气威力如何 生气的人 头上冒火三丈 糟了 头上冒出三丈火 这个家就发生火灾 人一生气 气得双脚发软 站不住 就晕倒了 所以脑筋断裂 高血压 都是火气上升 形成一股风暴 中风 令人颠动倒息 站立不稳 电压太高 电线承受不了 自然走火 发生活井毁污 人体 或保险丝烧断停电 人也就不保险 无光而死亡 人的精气有限 好像一桶瓦斯 天天在燃烧 一旦生气 瓦斯桶爆炸 则精气尽失 所以生气则是气死 去死 死气 死去 国语有声善书 圣德堂善书 生命之光 主助先佛为九天私命真君 九天私命真君将 诗曰天堂路过九阳关 业力澄清入仙班 妇女操劳勤事务 厨房化作白云间 古云 产妇未满月 身体未静 不可接近灶台座吹事 以免触犯灶君 恶心临身 现代小家庭 如无亲人或佣人帮忙 需亲自料理三餐 要如何呢 古传产妇未满月 身上不静 不能接近灶钱 以免犯了污秽 犯有冒毒灶君之罪 其用意是人不知 今特说明之 身为妇人 甚为劳苦 怀胎之时 清晨仍要最先起床 煮饭给全家大小吃早餐 餐必收拾碗盘后 还需带着孩子 与男人一起到田里工作 中午太阳高照 汗流加倍 还得赶回家煮午餐 男人中午下工 便要吃饭 妇女还在厨房受热火煎熬 黄昏大家拖着疲惫身躯回家 洗澡休息 准备吃晚饭 妇女正在厨房加紧工作 这种辛劳的工作 造君见之不忍 故传言 妇女生产期间 不要接近厨房 乃是要让妇女生产时 有休息机会 借此调养身体 以恢复元气 产妇身弱 三更半夜又要喂乳 照顾婴孩 睡眠不足 若再尤其操作家事 实为不忍 借此机会放假 乃造君之慈悲 非怕妇女血光 冒毒造君 我有三妹真火 不怕烟火邪魔 岂怕一个血肉之躯呢 这是造君爱护家庭 主妇善意之设想 所以世上为人丈夫 要多体贴太太 尤其生产期间 须多照顾妻子 帮忙家事 以免使妻子身体累坏 现代妇女 由农妇变为商妇 世妇 公妇 不必向古代到田里工作 有的在家 只有照顾三餐 料理家务 生产时若无亲人相助 由自己料理三餐 此乃应当之事 绝无冒毒造君之罪 暗阳宅经云 厕所应远离厨房 现在人口随着时代增加 土地空间有限 均于厨房边设厕所及遇事 是否对造君有不敬之处 十千法一千 古时卫生设备不佳 厕所若设于厨房 臭气冲天 文营满市 即容易由食物传染疾病 故严厨房禁设厕所 时代变迁 卫生设备精工 且求美观 通风 习敏 排水军家 化学粪池又无何臭味 对厨房 饮食卫生已无何大碍 且甚方便 故无妨 若厕所设于厨房 排水不佳 又懒得清扫 臭味熏天 三餐之时闻此味道 不是令人呕心吗 故古时遇事 厕所之设 远在房屋外之朱舍边 主要维持环境卫生 造君职责是在维护一家人之生命与健康 所以对此点甚为重视 故古时厕所禁设厨房 对造君无畏生 就是对众生无畏生 上天好生 一切都在为世人设想 千万不要以为神明教人迷信 对世人无理苛求 据说在造前不能打骂孩童 这是什么原因呢 造君经允 造前即打骂孩童 其用意为防止母亲正在切菜 炒菜 一时气怒 不知不觉顺手将手中菜刀 锅铲物打孩童 而酿成伤害 在造前或厨房里发生打骂 一时气氛不佳 心情不畅 这顿饭全家大小吃得不适味道 甚而没有胃口 胡伦吞几口就算了 纵然吃了几口饭 因情绪不佳 影响胃肠消化 破坏健康 若能不打骂发脾气 一团和热 大家有说有笑 吃得津津有味 一个家庭是否幸福 可在全家吃饭餐桌上看出来 所以俗语云 吃饭皇帝大 足见私命真君 我所复之使命与地位 若在造前餐桌吃饭 有私命真君护法 外人要来讨债 或有任何要事 定要等他吃饱才能接洽 否则便犯了大计 所谓民以食为天 饮食之时 人与天同大 故有此神圣地位 造君为何化身于造 而不于厅堂中 神仙皆不食人间烟火 为何造君独不必知 神仙离开世间 逍遥世外 所以不食人间烟火 但人间寺庙之先佛 每日香火不断 谁说不食人间烟火 我并非食人间烟火 而是供给世人烟火 能源 养活世人 试问世人三餐大鱼大肉 我何时吃掉一块鱼肉 我每日受到烟火煎熬 满身大汗 还不是为了世人 但好人终会熬出头 今日科学时代 瓦斯炉 电锅 热水器问世 卫生良好 三餐清洁 厨房再也没有乌烟瘴气 我造君也清静多了 不必再冒着燃烧的烟火 而能舒适地享受生命之光 国语有生善书 圣德堂善书 生命之光 主助先佛为九天私命真君 九天私命真君将 是曰 造君私命一真神 就是无辞废苦心 足时封衣虚报本 见贫莫愿应修身 西洋人只拜上帝不拜造神 那么造神身居何处呢 西洋人崇拜上帝 以拥有饮食穿着是上帝所赐 所以餐前在胸前画十字祷告 阿门 感谢上帝的恩赐 他们为一神教信仰 仅知天堂有一大上帝 不知家中上有一个每日 赐他们吃 赐他们穿的小上帝 所以私命真君 才是人类的恩公 上帝 虽西洋人不认识我 但在餐桌上的祷告 就是对我行礼 否则遥远的上帝在天堂 他们为何不止天祷告 而是对身上的上帝 私命真君祷告呢 何况这十字架 也是燃烧的新财 画个十字也就是 祷告了私命的造君 这个道理明白了 自然可以知道 西洋人不认识我 我仍然在他们的身边 再举一例说明 你的隔壁也许住着 一个你不认识的人 他并不因为你不认识 就不存在 何况我这个私命真君 就是监察神 在暗中监察你的 往往不会泄露身份 人的灵魂主宰一个人的生命 又有谁能看到他的真面目呢 故世人不要以为做暗示 神不知鬼不觉 社会上许多凶杀案件 都在暗中进行 但神目如电 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老天有眼 明察秋毫 一旦破案不是诸司马迹 纤维毕露 显现在世人眼前吗 一个暗示中 正进行违法无耻勾当行为 若我获得真君电灯一亮 不是逃不了吗 生命火花未开之前 存在何处 又如何培养此光呢 国家重大庆典 大家曾看见顾焰火 或看过小孩过年玩焰火 鞭炮 一旦点燃 立即产生漂亮火花 这个火花就是生命的叶子 竟撕一下 像不像 以人言之 生命的火花灿烂与否 代表着人是否有充尽与活力 精神即是人的火花 没有精神的人 元气薄弱 身体不见 遑论修道 生命火花 是无形的力量 如人看不见自己的灵力 一旦有事临头 却又应付得头头是道 如何栽培火花发芽呢 这要一段真功夫 心地上栽培菩提绿树 树上长灵芝 看来似乎不可能 但每一个人头上 浮着一层光气 光本来是无色的 人用什么心念去染色 生命之光随着变色 最怕行走黑道 使生命暗淡无光 若能怀正念 行正道 说正言 开正眼 端正闻 一团正气晕晕蒸发 天雷一阵 菩提树上 立即发芽 结成其有灵气神物 灵芝 人从世间回到天上的家 不能带回来什么 我私命真君供你饮食 产生体内热能 这股热能就是生命的火花 亦是生命之光 人一旦死亡 此股热能又由我私命真君收回 所以人体冷却无声无息了 这股热能若是正气光明者 结为一团如日的光辉 光芒四射至天堂 人也就升天了 若此股热能充满邪气 欲云天而灵雀 下降为雨 便堕落地府了 所以说 道法自然 正气上冲于天 邪气下流于地 愿众生参悟之 请示火柴的意义 火柴生来一个小黑头 与人无两样 若只是装在河内 如人呆于家中 不外出做事 可谓笨头笨脑 没有什么作用 火柴一旦被水侵湿 全身立即瘫痪 我形容它为脑震荡 火 火不起来了 所以人生活于世间 要学习火柴棒 纵然不能击出全雷打 也要安打 不可挥棒落空 无所进步 人生旅程 坎坷多难 万不可退缩 火柴要点燃时 必须以黑头勇猛撞墙壁 才会生出火花 这种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的精神 就是牺牲与奉献 当人们点燃它 引燃后 一根火柴棒便被抛弃了 这种奉献牺牲 可以称为劣势 世人一生很少 像火柴撞破头 救别人 一些小挫折 小磨难 就令你心灰意冷 比一根火柴还不如呢 火柴不点燃 绝对不会心灰意冷 世间的遭遇多端 人们不可退却 藏在盒子里的火柴 要挺身而出 多尽一分心力 帮助世人 并带天宣化 传播上天的词讯 告诉世人好好做人 不要耗瘾 贪 道 若没这股勇气 一生自私自利 就像躲在河里的火柴 成为无用之物 空有生为人参 火柴棒 而不知发挥自己光辉 这种人叫做废材人 修到人的厨房 为什么又称天厨呢 天厨是神仙的厨房 里面都是青菜水果的天然食物 新鲜可口 没有血腥味道 令人唾咸欲低 修到人家庭不杀生 专主素菜一味 新鲜清净 好像神仙洞府 饮穷浆玉叶 吃鲜果一样 所以约天厨 一般人的厨房堆满鸡鸭鱼肉 一把菜刀成为血刀 一块菜针成为肉针 厨房变为血腥的小土厂 所以不能称为天厨 造军又号约九天私命真君 九天是什么意思呢 九天为纯阳之义 1234567890 九树至极 归灵为还原无极 世人命大者 约九死一生 生者即世 为无极祖契所必因之故 九为树之极 俗称九层天九层地 我私命真君 住在人之头上 有称三师神或生命光神 故能日夜监察 世上每户人家大小之善恶 我居九天 以尊建卑 动观一切 故敬我私命真君者 自然不敢行恶 三师神 造军也无法上奏你的恶事呢 所以愿世人不能得到一百分 也要有九十分 不能十天做好事 也要九天做好事啊 提醒大家 女子精血千万不要碰到瓦斯炉台 根据雪乌池游记 会下雪乌池受罚 所以也不能在瓦斯炉上烘衣服 以免触犯请祥看本频道 有座影片 雪乌池游记或到一尺拱横堂网站 看善书 还来得及忏悔悦 国语有生善书 圣德堂善书 生命之光 主祝先佛为九天私命真君 九天私命真君将 诗曰明月光辉照世人 每逢佳节被私钦 中秋气候天晴亦 男女谈心亦出神 盛世 著书忙 为谁忙 为饱世人全家体安康 中秋道 佳节好 青年英俊女儿孟思娇 纯情好 有意高 花前月下切莫乱糟糟 明天就是中秋节 明月高照 生命更显得光辉灿烂 一年有十二个月圆 为何八月中秋节的月亮 给世人感受却大有不同呢 有云花过三春花不香 月过中秋月不明 八月天气由岩鼠转凉 在这八月的时节 突然抹上一片孤寂 目睹明月 秋风熏陶 心里会有一种失落感觉 所以中老年人抬头望明月 勾起往事 有一股压不住的沉思与怀念 青年人觉得秋月柔情万分 举杯妖明月 天涯共此时 故中秋明月下 青年男女相聚于月下欢热谈笑 也身由不知归家 青年如皎洁纯净的月亮 少女又如嫦娥般的美丽 激起爱慕之心 但如何攀上月宫呢 只得模仿明月 制造了月饼 拜祷月华光明 想由月饼沾点光 吃在肚里 期望如明月一般光辉圆满 郭府中炒着酸甜苦辣 造军觉得滋味如何呢 主妇吹是料理 饭茶中甜酸苦辣咸 五味俱全 但造中国府却如如不动 因为他有金刚的身体 耐水火的个性 所以无畏煎熬 不具种种逆境 他包容了一切 正是酸甜苦辣咸一度炒 水火熬坚韧尽尽烧 郭铲如刀在我心中绊脚 我也坚忍之 无动于衷 若没有钢铁般的抑制 高度的火候涵养 心性早已被顶光了 世人生于五卓世界 日夜受此灼气攻击 当学郭府精神 才不会被内域外邪所禁食 俗传 造军三日上天庭一次 秉奏世人功过 是否属实呢 造军三天上奏天庭一次 此乃天算之日 如凡间商场之账目 有一日结算一次 一周结算一次 一月结算一次 半年或一年结算一次 制成报表 以评估资产负债或损益 吹君为一家之神 掌握每个家庭生命 监察每人善恶 为上天降世镇宅之神 世人第一天如作恶犯过 记载于册 为留一个字心改过机会 等待第二天观察 若能改过 便删除昨日罪案 第三天如能再行善造德 便将此善功上奏 如果一连三天无反悔改过之心 则失去宽赦机会 我便汇集公过资料结账一次 俗云无三不成理 三天结算一次 为天知小算 每年十二月念四日 造军回天庭上奏为大蒜也 世人奉赐造军神位 应设在厅堂或厨房 较为适当呢 如厅堂设有我之神位 一些佛矿会有造军神像 则早晚在厅中佛案上香即可 宋造军则在造前设案敬拜为家 古时造军神位是设在厨房 因造军神位如设在造前 世人见造军神位在此 可以产生尊敬之心 令妇女将造台 厨房保持清洁 战战兢兢 不敢在造前打骂孩童 有失礼仪或让厨房肮脏不加以收拾 今知厨房设备甚为讲究卫生 所以我的神位安在厅中 厨房均可 但焚香时 别忘了称呼我的名号 国语有生善书 圣德堂善书 生命之光 主助先佛为九天私命真君 九天私命真君将 诗曰饮食为生体健康 清书圣肉菜根香 神前病患求妙药 愿赐灵丹化俗长 圣事看到圣德堂诸贤生抖擞的精神 使我更为振奋 夜蓝人静 己家买醉惩色欲 灵气昏尘 唯独圣殿发豪光 大家的心团结在一起 供驾此行 造军精云 灶上夜间不可放置任何东西 以免冒毒造军 此理何在呢 因晚间蟑螂 壁虎 老鼠及各种毒虫常出来觅食 所以主妇在晚餐之后 应将剩余饭菜收拾干净 固在餐柜之中 碗筷更应洗净收拾固在碗篮及块桶中 以确保卫生 夜间灶上若留剩余饭菜 这些小偷粘过会留下毒液 隔天再食用容易中毒或感染病菌 古船灶上夜间保持干净 以让造军睡觉 其实是造军要世人保持饮食卫生 古时民心淳朴 神言人味 故以此说法 愿世人勿之 味道 味丹 味也有丹 道吗 哈哈 问得妙 味道好 吃得好 活得老 味丹香 吃得香 活得长 烹饪要讲究味道 一流厨师 自然做出一手好味道的料理 但其中有一味东西奇妙异常 此物曰 味素 生得白色如精 故称曰 素或精 其味香甜 烹饪若离开它 其味道不佳 所以厨房少不得它 又称为味丹 不是替厂商广告 菜中无丹 其味不佳 丹者精 精也 三日结合为精 人以火候 节欲保持原精 则身体温暖 热力充足 称为火候 炼成金丹一道 白光闪闪 射出可以结丹 人身若无此丹 则约凡人 人身若有此丹 称约圣人 先人 佛人 此丹如何得知 先由助击下手 我今以厨房烹饪 比喻炼丹之法 一 由人身海底 引导海水上岸 以筑墙低 不便海水倒流外泻 富而流失于苦海 海水及人之精水 未兴贤 烧饭煮菜 必先由河井取水 置于府顶中 不使外漏 即是筑基赛漏 二 人身炼道 一样要先提升精水 不使外漏 引导海水 需用铁管 引导真经 需以人的龙骨 故有盐龙饮水 此精水上升 加火变化为气 如海水由太阳照射蒸发 产生气化 气化净进 便结成盐 又称涉粒子 此时金丹结成 稻果丰收 造军所说 以略物其意 但如何炼丹 炼丹简单 默认困难 心存浩然正气 产生太阳光芒 节色寡欲 精血如海水充足 不烂外泻 气满上升 则筑机已成 精气自龙骨上升 十二重楼的灵山上水塔 称曰天池 此池用玄关做堤坝 浩然正气为真火 炉火热度渐渐上升 水分一旦蒸发 便结成金丹 曰 卫丹 卫精 卫素 炎 此为人身体内所需要 也是三餐调味品 此乃先天无极炼丹法 世人参悟之 有云炼丹容易 炼心难 到底应如何为之方妙 先行三纲 这三柱根本炼粮 是要超三界的阶梯 以天才 地才 人才为三才 这三才放入灶中 燃起浩然之火 发动真气 则三花俱顶 然后再以此真火烹 炼五常 一 金心不便 二 木心仁慈 三 水心温柔 四 火心正直 五 土心定静 用此五种心怀 坐在灶前天火煮时 炼丹 一旦水热气冻 饭菜成熟 则武器朝圆 大丹炼成 如百米饭粒 香喷喷 可以进餐解机 延年益寿 心怀正气 丹药可结 逢人可以医病 遇难能消灾 所以 担心存一片 金刚不坏身 国语有生善书 圣德堂善书 生命之光 主诸先佛为 九天私命真君 九天私命真君将 誓约 一日粮食在小晨 一年之计在于春 一天计立在于时 私命权威告世人 圣事 烦恼在睡梦中消失 精神在清晨醒来 你是否仍在知着白日梦 那你永远没有明天 趁年轻气力胜 多开荒拨下道德种 未来才是主人翁 切勿荒种化为孤独虫 造军说 一日气力在于时 不知人的食路是否为上天所赐 或前生早已注定 民以食为天 人若不饮食或绝食 生命难保 食路为前生功过 相抵所带来的粮食 前生功多者 仓库有足够余粮 转世为人之时 便带食路 俗称口福 若前世过多余工 粮食缺货 今世是否要遭受到饥饿的报应呢 天有好生之德 世人前生过多余工 食路被消去 但天心慈悲 既要转世 特在赐少量粮草给世人 俗语言 一枝草一点路 就是说明 世人纵不能有丰富食路 但只要人被努力上进 绝对不会挨饿 有些人仍依靠救济为生 这又如何解说呢 人因罪惯满盈 故无食路 但寄生有人身 上天仍慈悲 赐予少部分口食 但若根基不忘 如一枝枯萎的草 故无法得到甘露 此时自然需用人工浇水 施肥靠人救济 我告示人 如果今世命穷 缺少食路 切勿怨人富贵 应忏悔前世 施得不休 一个人连三餐都发生困难 皆因前世不知积德 凉 物为善小而不为 一粒米粮让其流失 久而苍窥凉空 物为恶小而为 如一粒黑沙 日积而成山 故食路之厚薄 与前生功过 大有关系也 持斋及婚食 其食路是否有分别 持斋为素路 乃清净之食路 婚食为雪路 乃浑色之食路 如何辨别之 可从主妇洗菜的水色而观之 洗菜水只是寒泥沙 久而沉淀清净 血肉之水 血色混浊 其色久而不变 油污上浮 婚腥之味令人眼鼻 故素食是天然之食路 婚食为血肉的食路 修道人见肉想肉字 真相是两个人 门内一个人 门外一个人 吃来心不忍 故想素路是为天路 古船造上不可滴 有鱼肉之血 以免触犯造军 用意在劝话世人 不要操刀杀生 减少肉食 保持厨房清静 有意众生 一般世人大多数是婚食 造上烹煮鱼肉 有云神明必处浊雪 那么造军有何感想 俗语云 正神必浊雪 非是怕也 时事不愿观之 血时烹饪 汤中鱼肉的滚生 就是哀生 哀字像不像滚字 滚字旁边有水 事在落泪 我心不忍观之 但因世人如此 指望众生高抬贵手 不要将捉来动物 过此刀山 游锅 以体谅上天好生之德 生灵受到这种刑罚 不是他们最有应得吗 是的 转生触到大都是 前世恶贯满盈之辈 在地府受刑罚后 又转生到人间 受到众生 这个活颜罗加以处罚 但世人罚人痛快 希望你们要好好做人 不然有一天也爬进刀山 游锅里 那时你一定痛恨世人 太心狠手辣了 你与纪佛正在著作处到 《轮炯记》已输 即可见其端倪 事事时有八九不如意 造军主宰一家吉凶祸福 有困难并痛求您相助 造军是否肯失于援手呢 雨云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但兮祸福 世人常遇困难 灾结 处起因于今世做事不按法则 自找麻烦外 则是前世造下孽因引起 我又好为九天私命护宅天尊 主宰全家吉凶祸福 是为老管家 凡是家中大小不能平安 生意不顺 功名不尽 夫妻不合者 生命之光暗淡时 可在我面前祈求 最为有效 其因何在 身体不能平安 生意不顺 感情不如意 学业不进步 一定吃不下饭 造军乃三餐之主神 只要赐你吃得下饭 相信万事如意 所以众生患病 遇灾 逢难 一切不如意之事 可向私命护宅之神祷告 祈求造军化解厄运 我住于众生家宅 察人善恶 私命吉凶 离众生最近 关系尤为密切 如意家之主 儿女有事观照 帮助最大 最速 所以有事祈求造军 十万火急 感应最大 世人有事求我 可焚相助 跪在造前叩拜祷告 善男某某某今逢某某事 无法解决 今已至成之心 跪在造军作前 愿忏悔三世罪过 从今修身养性 多行善德 及印证造军所著作生命之光叉叉本 以劝化世人 发扬光明大道 其造军赐善男原尘光明 消灾化解 所求如意 然后三跪九寇 相差于造边 造军有感 火急失应 愿世人切勿轻视之 造军精云 不可用晦材烧饭 这是什么原因 用不结心柴煮饭 其害有二 一 用不结心柴或有毒枝树枝烧饭煮菜 在旁的主妇容易被毒熏道 引起中毒 二 以不结或有毒心柴烧饭煮菜 其毒气上升 饭菜将被染上毒制 人时之会发生中毒 或引起疾病 因野外树木 有者含有剧毒 一些倒地枝干柴常染上人畜之粪便 若用来煮饭极不卫生 所以用不结心柴煮饭 虽然对造军不敬 时对世人不利 现代厨房上有何禁忌 才能符合造军要求呢 现代厨房以慎合乎清洁卫生 古代流传下来的禁忌 可谓少有用处 但上有实相必须注意 一 在厨房不可打骂孩童 以免失手操刀 锅铲 误伤孩童 造成遗憾 二 严禁在厨房餐桌赌博 饭桌不可成为堵桌 三 进餐时不可高声谈笑 或举骂小孩 以免饭噎喉中 或影响情绪 造成消化不良 四 厕所设于厨房编者 要保持清洁卫生 以免臭气冲天 五 夜间白皱不可赤身裸体于厨房走动 以免有伤大雅及受粮生病 六 厨房不可敲锅打灶 影响安宁 七 肮脏鞋袜 衣服不可在灶上烘前 以保卫生 八 餐后则应收拾碗筷 洗涤干净 不可任其堆积 等待隔餐或隔日再雨清洗 九 剩饭菜不可任意抛弃或导入水沟 应收集卫四加处 十 睡前切记检视瓦斯及电源开关 以保生命财产安全 以上十项 富人如能遵守 即是修复德 造军每日赐其一工 可以减少家庭大小疾病 意外灾难 并能得到家庭气氛祥和 如此茶颜造军护宅有功 使乃家庭主妇料理得到 国语有生善书 圣德堂善书 生命之光 主助先佛为九天私命真君 九天私命真君将 事曰 心无烦恼菜根香 火气冰消易自良 但时修身炎性命 远离九色体康强 圣事有吃有穿当药之足 更虚行善积德 使人生无缺 造军关怀世人起居生活 一副古道热肠 终生地燃烧自己 历过了无数春秋 一团炉火 眼见已患了几个主人 但我此心不变 百炼修成金刚身 世人朝夕都为自己 所以也带走了自己 和不学我多为众生 留得善名 布满芳香 现代人风一族时 有时饭菜吃不完 而家里也无饲养家畜 若将剩饭果倒掉 是否犯了浪费之罪呢 今世之人 民生富裕 时有鱼粮 菜饭每每吃不完 天律规定 饭菜剩余 则在于主妇 主厨身担三餐重任 熟能生巧 每餐应准备适当分量饭菜 不可毫无计算 致菜饭多余 若有多余可放置冰箱 带次参加温在食 若腐败菜饭 当然不可时之 家如饲养六畜 可以用此剩菜喂食 或可送人喂四 否则只好倒掉 但类似情形 不可一再发生 如果煮饭 烧菜不加斟酌分量 此非精明主妇 不但损钱 损油 损米 损菜 更损富得 有云 但看盘中孙 历历皆辛苦 农夫要收成一粒稻米 一颗蔬菜 需要经过多少心血 在太阳高照之下 汗流加倍 苦心耕耘才有收成 可吃的食物 到你手中 再与抛弃 报真天物 是损得行为 所以劝世上之妇女 要讲究厨房记忆 不但要煮得好吃 更能适量节制 才算是厨师 不然浪费食物 成为厨师了 年轻夫妇 生活在小家庭 偶见主妇在厨房中辛苦做饭菜时 先生为感谢及为劳 如有较亲密言行 是否会冒毒造军呢 现代潮流与古代不同 夫妇较为开放 在厨房若有亲密言行 如不涉及风化 或有孩童 客人在旁 并无伤大雅 国语有生善书 圣德堂善书 生命之光 主助先佛为九天私命真君 九天私命真君将 是约 火中炼道德金莲 穷将一杯祭大千 四为八德培元气 九转还单种福田 圣氏 火德是温暖的道德心 光明的象征 他看见众生趋向黑暗邪徒 发出雷电闪光 警告着世人 贫寒者 失败者 最需要温情 火德带来了温暖 世人也需怀有一条古道热肠 去帮助别人 这颗爱心自然不会灵确 对生命力而言 助人是补充自己的能源 也是生命最佳的补品 修道如煮饭菜 如何恰到好处呢 一 说话不要太寒酸刻步 才有火后 二 为人处事当如炒菜 先放下些行 做事圆滑一些 才不致引起焦味 三 煮饭炒菜 油火也要油水 所以有时放些水 给人沾点便宜 反而保护了自己 四 炒菜热度要猛 厨师技术要快 炒出的菜才会新鲜 脆口 处事办事要打铁趁热 不可拖拖拉拉 丧失信用 把握契机 才能有快速的成功 美好新鲜的成果 古云 男主外 女主内 自古以来 女性站在厨房的地位 十分崇高 请问造军 女子天赋于厨房重任 这是什么姻缘 女性的一生 在厨房的确占了首席地位 但吃饭时却要敬陪莫作 还得收拾残范剩菜 洗涤碗筷 擦拭桌椅 好像上天对女性不公平 关于这点 我今日要为天下主妇主持公道 身为女性昆流 因先天属阴 性主柔 故在家庭中担任家务教能适应 所以厨房任务 自然落在女子身上 是否不公平呢 事关男属阳 对外发展 东奔西跑 赚钱养家 夫妇分工合作 创造了美满家庭 若男子主厨 因先天性烈 每日操刀切菜 火气熬得不耐烦 恐怕每几天便受到刀伤 菜范为之变色 女性属水阴 灶属火阳 妇女阴性在于阳地工作 才不会火上加油 丈夫在外 累得满身大汗 太太在厨房一样 被火得烤得满身大汗 其功劳相同 所以劝世上男子 不要以为太太在家看顾孩子 料理三餐事件轻松的是 若患男子在家料理家务 阳性对阳性 不久脾气爆炸 不但孩子遭殃 恐怕饭桌上充满了火药味 只有饮就半职了 天地造化之妙 对世人有公平安排 所以世上夫妇要互相尊敬体贴 各有辛劳一面 共同努力 如一栋梁 还需覆盖一片瓦 不然土有男子 一栋房屋 屋内如无妻子料理家务 整个家还是不能圆满 又怎能安和热利 你看安字 说明家中无女家不安 俗语云 丈夫的成就 应归功于妻一半 我言 家庭的生命 操在妻子手中 如无三餐 家中大小怎能生活 所以世上男子 应感谢主妇为家庭操劳的苦心 为人子女们更应感恩母亲的伟大 母亲为家庭大小而操劳 但在修道过程中 家庭主妇因中年在家中辛劳工作 较少时间在外劝此行功 是否他们的功德减少了许多 这是重要一刻 金祥树之 丈夫在外赚钱 回家一定与妻子共享 因这个家是共同的家 既然如此 女性未尽职责 照顾家庭 料理三餐 养育儿女 也替丈夫做了不少工作 并已做到修身其家的大道 功德不少 丈夫在外工作 尽为人夫 人妇的责任直到报酬 金钱 回到家中妻子有权同享 在外面行功利得 宣说真理度重 得到的报酬 功德 家中的妻子一样有权分享 所以女性的功德不会减少 妇女尽妇道 将家庭打负 整理得干干净净 挑挑有序 这个家堂即是佛堂 你在家堂中清扫 煮饭 即行无畏师 在家堂中教育子女 做人道理 即行法师 在家堂中 替丈夫礼家 节省不必要浪费 和替丈夫闲钱一样 可谓行财师 在家堂中首份其家 则在家等于出家 进妇道 即等于修天道 如此公元果满 造君宝奏 可以成就道果 人身譬如一个造 如何发挥造的功用呢 以人身比喻为造 实为恰当无比 鼻孔为烟囱 两耳如拂耳 一个黑头壳 像一个拂 两眼即是锅盖洞 口为拂凹处 水 米 菜由拂口灌入 人面则拂面 心柴双手入 心火 干火 胃火 肾火 肺火 渐上升 温度一到 气喘热呼呼 满身冒汗 锅辅出蒸气 热度太过火 人觉口中渴 茶水添加灌 火气渐消失 心性归平静 火中灾金莲 开出绝色火花 金莲长不坏 法身成正果 世人切勿炉火空燃烧 府中无一物 水干火也熄 灶中一堆灰 如人白痴排废物 空牢一场煎熬 不是太浪费吗 所以人要学灶 一点火就有作用 不然空牢一生 白痴三餐 无所事事 甚而玩火自焚 惹成火灾 不但焚烧自己 更获颜他人 国语有生善书 圣德堂善书 生命之光 主注先佛 为九天思命真君 九天思命真君将 诗曰 人心不古奈何之 一卷心篇话四仪 怨尔同包相体会 敦伦立即月雍兮 二诗 异地千秋重五轮 轮长不被视为尊 尊师孝友人仁养 仰望高超脱俗群 三诗 学道功夫不济年 磨穿铁燕一心间 诗书自是传家宝 圣德词刊画大千 四诗 玄机庙里 十难闻 学道知心悟性根 得意来十平议会 悟将水压乱鸡群 圣氏 踏在十字路中 突然大地在旋转 一时莫名其妙 经造军指点 啊 原来我是站在原心 只见一道光 从眼前射出 顿悟了 这是生命之光 造军护宅又民 功德浩荡 做个家庭主妇 每天料理家事 还有许多尝试不够 造军是否可以提供一些心得呢 科技日新月异 厨房家事也当有新的知识 现提供一些心得 供家庭主妇参考 一 沙拉油重复使用的次数不可大多 以免氧化而变质 使用后有伤人体 当沙拉油开始冒烟 起细泡或发粘时 就该丢弃不用 二 沙拉抽不要随手放在火炉边 这样容易氧化变质 沙拉油最好放置于远离火炉的阴凉处 三 百米若潮湿生出毛菌时 千万不要食用 阴里面含有黄灰菌 食用容易致癌 四 蔬菜要保持新鲜 硬树放在阴凉通风处 早晚撒一些水 可以数天不坏 五 泡茶后 茶壶底留下的茶叶残渣 不要丢掉 晒干后 拿来做枕头 不但舒适 还可护发 医治头晕 六 将蛋壳敲碎放在瓶中 再加热开水一杯 至两三天后 用来浇瓶花或盆颈 可使花木茂盛 七 衣服洗好后 再用一盆清水 滴挤滴醋 然后把衣服放进去 漂洗一次 可使毛支瓶永远保持光泽 八 水壶使用太久了 其内层会有一层米色机构 清洗不易 可在壶内放一些水与盐 放在火上或锅中煮沸 机构自然去除 九 热水平买来透一次使用 不可灌太滚热的水 以免平胆受热力而爆裂 故先装些温水 才能装高温热水 平常瓶里的冷却剩水 要先倒干净 才可再装热水 以免冷爆裂 十 钢琴键上沾有污渍时 可用海绵沾酒精模式 自然光洁 十一 新买的木制衣橱 菜橱有异味 放置一些茶叶在里面 即可消除 十二 冰箱里面有臭味 置半杯茶叶于内 即可除臭 十三 梳妆净日久蒙垢 用布擦拭仍不明亮 可用软布沾少许牙膏 涂在镜面 来回擦拭 则乌般浸除 光亮照人 十四 妇女常用柠檬汁洗脸沐浴 可使皮肤红润洁力 十五 为使茶味更加芬芳 可把茶叶放进一个铁盒子里 茶叶放三分之二后 再放入一个最熟的苹果 置于铁盒枝茶叶上层 然后把铁盒密封倒置 三十小时后 取出茶叶冲泡 香味无穷 造军提出了十五则家事心得 都很实用 俗语说 人喂三餐 那么吃过饭还有什么禁忌 才能保得健康 饭后未尝装满了食物 许多工作及运动 不宜及进行 才免有爱身体健康 限述饭后实际 一不宜立即挑富过重的物品 因挑富过重 用力太大 可能发生断肠及引发气喘病 二不宜立即做激烈运动 如踢足球 游泳 打篮球 打橄榄球 跳高 跳远 拳击 抬拳 柔道 摔脚 举重 及各种田径运动 以免容易造成盲肠炎及心脏病 胃下垂等病症 三不宜立即长途快跑 行走 否则胃肠食物震动厉害 容易引起腹痛 胃下垂及肠破裂危险 四不宜立即辅在桌上工作 因为坐在椅子工作时 弯腰驼背 胃部向下压 胃肠失去伸张弹性机会 减少胃肠活动消化能力 容易造成胃病 五不宜立即乘坐飞机车船 因若受到强烈的颠簸震动 胃部食物会向上拥而发生呕吐 六不宜立即洗操 有云 饭后莫洗澡 酒醉物洗脑 就是说吃饭后 放松裤带 易于引起腹痛病 酒醉之时洗头 会发生头痛病症 七不宜立即弯腰蹲在地上工作 因为弯腰时 胃部便会形成弯曲状态 亦使在胃肠中的食物 拥挤得由下向上 形成上逆现象 甚至拥得由口中吐出东西来 如此不但影响胃肠正常功能 而且很容易导致胃肠病的发生 八不宜立即躺卧在床上睡眠 以免减低胃的消化能力 九不宜立即做倒立运动表演 以免使胃中食物倒流出来 有损胃肠健康 十不宜立即用脑思索难题 或发怒生气 不然可能引发血压上升 伤害脑神经或发生头病 头晕现象 国语有生善书 圣德堂善书 生命之光 主注先佛为九天私命真君 九天私命真君将 誓曰仁爱青春转少年 还须做善感苍天 心无愧恨精神好 热道逍遥自在先 圣事造军的热火 本来是供给世人烹饪着美食 享受口福 却见人家用来煮沸苦味汤药 烧过的开水 不是用来润喉生巾 配着西药丸猛吞 这是为什么 原来是生命之光 遇到了风寒 云雾 逢着油进 停电 为了维持生命光辉 不得不对症下药 我不怕是到黑暗 越黑暗越显得我的光明 最怕是人心阴丝暗淡 自闭心门 不愿接受我这份光芒 造军已提供了一些家常 给家庭主妇带来了喜讯 造军为一家之主宰 为使众生生命更显得活泼健康 家庭一些料理佐料 也有治病功能 造军是否在提供一些作为保健之用呢 众生心烦多病 有病需求医治疗 并多发忏悔心 慈悲心 欢喜心 可使服药药效加速 早日康复 为使家庭大小平安 特提供一些家庭食物疗病法 减轻世人金钱负担 治疗已强健身体 炎为三餐所必须 有人云 妇女较小气 太闲了 故炎放适量即可 腺术炎的疗病法 一 感冒 不慎感冒 咳嗽不停时 可取一小匙食盐 放入一杯冷开水中 掉均匀后 用来漱口清喉咙 继续使用几天 可以除掉气管中粘痰 咳嗽也会加速痊愈 二 鼻炎 感冒鼻孔堵塞 或鼻涕不停 即慢性鼻炎 可用稀释食盐水 泡淡些 洗涤 可取一清洁塑胶软瓶 装入淡盐水 然后从鼻孔注入 如致鼻炎喷药的瓶子 因食盐有消毒 消炎 杀菌作用 三 眼炎 眼睛充满血丝 红肿生死 可取清洁毛巾 若用新的虚仙洗过 以免染布染料太浓 反而不好 包一小射食盐 后置温水中 水须滚过 片刻仍以此毛巾包盐 触清洗双眼 绝双眼慎闲 暂为忍耐 片刻极绝舒爽 四 薄齿 用精盐刷牙 可以使牙齿坚固洁白 并可预防蛀牙 五 闻咬 蚊子叮咬 肿肾起痒 用少许食盐与痒触摩擦 片刻止痒消肿 六 皮肤红肿骚痒 用食盐泡水洗涤 涂抹汁 急效 七 提神 如绝精神不足 热水中加些盐 用来洗澡 精神就会振作起来 八 润喉 唱歌前 演讲前 喝一点盐水 就不会喉甘生牙 九 催吐 吃东西轻微中毒 或喝酒太多时 食物停滞胃中不易消化 痛苦万分 可饮浓盐水 可促食物从胃中吐出 人便觉得舒服 十 抽脚筋 手脚发生抽筋 全身发灵 死为急症 可将盐炒热 用不包好 擦四肢数回 即可痊愈 厨房中的醋 有何治病及其他妙用呢? 富人最喜欢吃醋 所以厨房也用到它 醋有软化作用 少吃无妨 吃多了家庭会瘫痪 分裂 故劝天下妇女要有胸筋 肚量 万事以何为贵 现提供醋的治病法 及家庭尿用 醋的疗病法 一 香港脚 食用醋一瓶 倒于脸盆 每次双脚 近约十分钟 微痛无妨 此醋再倒回瓶子存放 隔日再倒出禁用 如此反复使用 数天即可见效 痊愈 二 失眠 一杯冷开水 加一汤匙醋 饮用后 自然易于睡眠 三 晕车 喝开水时加几滴醋 可避免晕车 晕船 四 打嗝不止 喝一小杯醋 打嗝即止 五 牛皮选 脚选 鹅掌风 以醋涂茶 一日三次 可遇 六 灰指甲 鹅掌风 用塑胶带胜醋 将手泡在醋中一夜 数次可遇 七 无明肿毒 醋掉面粉为糊 涂敷换布 一日二次 可遇 八 急性关节炎 米醋二碗 兼剩一碗 加入切细葱白一两 在煮沸 过滤后 以不包葱白 成热果鱼换布 一日二次 九 糊臭 腌下糊臭 以醋掉石灰粉 先清洗换布 事前后 以此涂敷 一日二次 十 高血压 生花生仁 米 十粒 醋适量 每天晚上浸 一尘连酷吃下 连吃十天 急效 十一 急性传染性黄胆型肝炎 食用米醋 配合维生素B1 二片口服 数天急遇 十二 食鱼 蟹 虾类过敏 皮肤发疯枕 变身骚痒 醋拌碗 红 污 糖二两 生姜 切细 同煮至滚五分钟 去渣 加温水和服 每次服一小杯 一日三次 可遇 十三 海带一煮 煮海带时加些醋 同煮 容易熟透 味且可口 十四 蛋一剥壳 水中加些醋 煮蛋容易剥壳 十五 美发 醋五分 干油一份 即比例五比一 混合 放入温水中洗发 可使头发柔美 十六 除屋 油漆滴在门上 地面 可用醋加热擦除 衣服粘有铁锈 以少许醋洗涤及除 十七 疲劳 浴水中加些醋沐浴 即消除疲劳 酱油也是厨房药物 对家庭有何医疗作用呢 酱油只是佐料品 不要吃太多 限述其妙用 一 汤烫火伤 用酱油涂敷 能止痛 并解火毒 或用姜糊涂敷 效用相同 但若严重者 当令送医院治疗 二 手指肿痛 以降抽和蜂蜜 加热后 将手指伸入浸汁 可止痛消肿 三 毒虫 蜜蜂适伤 酱油涂脂 可解 国语有生善书 圣德堂善书 生命之光 主助先佛为九天私命真君 九天私命真君将 世月 无病全凭造福来 前千灭尽自消灾 欲求生命光辉献 众得修身 气数回 圣事 腹肚除了装饭菜外 还得左餐一些药品 否则便绝不舒服 甜汤不吃 为什么把肚子当药除呢 都是前世心理 行为不健康 冤孽缠身 害得你痛苦难受 尽快行些功德 吃吃这铁无形解毒药 服服这颗保身丸 俗语说 预防剩余治疗 人的疾病 太半平时不注意保养身体 以治百病从生 造菌私人性命 护宅又民 功德浩荡 其能提供一些养生妙法 给众生遵循 是家家平安快热 造菌定也热的清闲 平安即是福 知足常快热 休息增体力 过劳命早休 所以饮食 劳动都要事宜 一旦超过 即是病痛的根源 阳生静可发问 我答之 脑部为人的生命中枢 应如何保养呢 脑部保养法 脑力薄弱 皆由心思过度 不知保护所引起 脑部保养 应注意下列时事 亦脑须清洁的血液 故必供给以新鲜的空气 二脑力之使用 不可过度 三吃饭前后 不宜用脑力 四睡眠之前 不可用脑力 以免失眠 五透部物压迫 六每日实行运动 因运动之时 精神急处于休息地位 七大便 每日按时一次 八饮食 一则自己喜食 而富于滋养者 九已忘之事 物勉强记忆 时不可使记忆力过劳 盖贪多而无益 眼睛为灵魂之窗 应如何保养呢 眼睛保养法 一凝视一物 不可过久 以防过劳而伤眼力 二光线过强 则害及网膜 而伤及视力 三光线过弱 则眼睛与物必接近 亦成近视 四邪视容易造成邪视眼 故意避免 五摇动之物 醉意伤目 故电视 电影不宜久看 多看 六沉沙入目 需设法取出 或认其自然 且不可抚摸力柔 致蜡伤眼球 引起发炎 七 以极小支文字 阅读不宜过久 以防眼睛之调节机能 过于疲劳 八 车中及薄目时 或微弱灯光下 不可阅读报纸 或小字书籍 九 刑防之后 立皮神卷 不宜立即阅读书报 免伤眼力 十一 时时眺望远方景物 绿树更加 以仰慕力 十一 换近视眼者 一配适当眼镜 以免有爱健康 十二 发育期间男女 犹当清新 若破身太早 经血亏败 加以读书 写字过多 意为造成今日近视普遍情形 十三 眼睛疲劳 可闭目休息 双手摩擦生热 与眼皮上轻轻按摩 可解疲劳 仰慕力 耳为听观 皆听声音之恐道 至为重要 如何保护呢 耳部保养法 一 需避免强大之音响 以免震破耳骨 二 耳垢大多 可请医师清除 若自己挖除 则应小心为之 但不可用小刀及坚硬之物 刮把耳垢 以免不小心弄伤耳膜 三 预防物体误入耳内 若有小虫入内 可灌注麻油 其物自出 麻油在事前 麻油有消炎作用 小虫欲流至东西 即反身出口 口为食官 五脏之盈胃 必须口之输入 应如何保养呢 口齿不保养法 一 睡前 饭后 以刷牙 二 冰冷 香烟 以浸之 以保口腔清洁 三 日用精炎刷牙 漱口 有固齿 杀菌效能 四 过冷 过热之食物 皆宜避之 可少患胃病 及牙痛腐住之病 五 蛇之机能 为味觉神经之用 凡刺激之食物 如辣椒 烈酒 皆宜禁之 以免麻痹 味觉神经 且损身体 夫妇关系为人伦之食 今人不论居家或修道 各有家庭 先佛美逊世 节育养生 对这方面 是否有应注意事项 一曰 一阴一阳 未知道 夫妇生活在一起 为人伦之食 天地正位 有五风时雨 而生化万物 人有乾坤之道 滋润家庭 生育后代 风调雨顺 万物滋长 夫妇和和 家庭圆满 然而雨露太过成灾 故当节制养身 才能延年易受 限述夫妇养生法 一 污染手淫恶习 以免造成身心不平衡 且有伤身体 二 保罪不宜行房事 行则五脏反复 未尝受病 三 空腹不宜行房事 行则损伤原神 体力消散 四 病后不宜行房事 行则辩症复发 五 行远路或过分疲倦 食物行房事 以免精泻不止 六 行房事 婴儿在旁啼哭 物及鱼乳 因血脉抗张 乳汁变化 食之易成肺牢 七 行房后 物及灰扇 吹冷气及饮冷茶 食冷雾 以免受粮及损伤阳气 八 受孕后 夫妇疑分床而卧 若行房事 易伤胎儿 九 产后 百日内行房事 产妇必患病 月经时行房事 承雪林症 男女拒病 十 一夜不可行两度 一月之内 最多不过三 四度 以免断酌太过 而伤身捐气 妇女主厨料理三餐 甚为辛劳 常因生产失调 或各种疾病缠身 身体衰弱 精神不适 请造军提供 妇女保养身体方法好吗 妇女有月经及受孕 产后等事 此等时间之卫生 极为重要 特殊 妇女保养法 一月经来时 身体宜多休养 不宜过劳 二月经实际吃刺激性食物 三非出经时代而呼经臂 一速请医生诊治 四精神过劳 或恐怖 悲哀 忧郁 皆能使经臂 或经期提前延后 五月事时 下腹疼痛 腰痛 心中不安 身体不快助病 未知月经困难 以注意平日之运动 六 孕妇之饮食 以注意 凡平日有口腹事食者 不可任意巨食 吃太多 七 以受孕期中 往往患呕吐 此时未力弊弱 凡一切烧难消化之物 以及停止 八 孕妇即时过量刺激性食物 如心 辣 浆 胶 之类 九 孕妇衣服 寒温以适中维度 并以柔软光润 十 孕妇之腹部 切记紧束 以致胎儿受压迫 致生产时发生危险 十一 孕妇沐浴时 以特别小心 以免跌倒 造成流产 十二 孕妇已早睡早起 胎儿才能正常成长 十三 孕妇不可登高处 或做剧烈运动 需做轻松运动 生产才会顺利 凹凸不平之地 亦以少行为事 避免流产 十四 孕妇已修养精神 禁绝淫欲 多阅读圣神仙佛之经典善书 可促胎儿将来成为正人君子 此系胎教 且不可思及分娩 时之痛苦等事 而伤身心 十五 产后一月间 以流心静养 多时补血物品 勿受风寒 以免造成日后头痛 风湿痛 十六 怀孕至七个月时 每星期移服一铁 十三位保产无忧方 中药房有兽 可治病且帮助顺利生产 不受痛苦 十七 生产后 以立即服生化汤 中药房有兽 有生心血 排淤血之功 恶陆去尽 人自轻松 国语有生善书 圣得堂善书 生命之光 主著先佛为九天私命真君 九天私命真君将 诗曰 灰鸾著作寿康篇 圣笔出提庙药间 宝剑成书垂万事 苍生住印得无边 圣事 有病需求医 无病要珍惜 失去健康 才觉得健康可贵 养生严寿之道 无他清心寡欲 充分休息是第一妙方 人不怕有病 只怕 一 查不出病因 冤孽病 二 不知预防疾病 应该病 三 有病不治疗 加重病 四 治疗后不知珍惜身体 又再病 病久了会没命 私命真君特来提醒 造君关怀众生 功德无量 众生多病 其能再提供一些民间治疗 简便法 给大地众生参考 好吗 众生多病 病由新起 心理不健康 身体也就染疾生病 为了帮助世人保有健康身体 今再提供一些食疗法妙方 供众生参考 家庭食疗法 气喘 老生姜 芋头 白芯 面粉 生姜 鱼头 药带泥土 为用水洗过的 姜芋头 生姜均去皮 分量约1比2 不可洗及沾水 以擦床 菜搓 磨成西湖 然后酌加面粉 使其壶浓稠 用筷子搅拌均匀 晚上临睡前 用少量壶摊鱼 一肠挑步上 然后围在脖子上 另用多量壶鱼 长方形颈部上 贴于胸部睡觉 一晨取下 连续用7日 即见大笑 并可断根 胃痛 胃酸过多 1.奶粉2汤匙 甘草墨1汤匙 以温开水充服 不可加糖 每日按时饮用 即收其效 需饮用1-2个星期以上 2.每餐吃少许生姜 可育 3.桂花根 橄榄根各一两 草药垫有瘦 水5碗 兼剩1碗半 加些花生油炖 速豆基辅 神味散 丁香 尘香 凉腔 尘皮 半夏 杀人 祸香 川椒 白纸各二件 木香 止咳各三钱 川瓢 香腹 仓数各四钱 肉桂一钱半 神 大黄各五钱 甘草二两 薄荷脑五分 以上供盐末 放在瓶子 如欲胃痛 消化不良 每服一小匙 温开水服下 即笑 是居家必备良药 胃病者常服此药治疗 可遇 肾脏病 炎 一 水丁香 大人五钱 小孩三钱 草药店有兽 青皮鸭蛋一个 连可洗净 青人 黑豆 黑皮滤心 大人用二两 小孩用一两 米酒四汤匙 方法 水丁香切成小碎片 以纱布包扎汁 黑豆 米酒 青皮鸭蛋 用无碗水一同放入锅中 温火煎熬 蛋熟除去外壳 以筷子穿冻放入锅 再以温火煮熬 至黑豆熟烂 使锅中剩一碗水即可 而后将纱布包扎汁水丁香取出抛弃 剩下汁蛋 豆 汤共同食之 每日一次 夜晚临睡前服用 每日一季 二十日可痊愈 二 老莲藕一台筋 一日份 切成薄片 煮汤当菜喝 三 玉米需二两 一忍二两 冰糖一两 水煎当茶喝 沥水消肿 及慢性盲肠盐 一 清水二碗 火煮剩七分 带温 再混合蜂蜜 冰糖各五钱 牛奶二两同服 即效 二 桑季生 一亩草各三钱 用水三碗 还剩一碗 福之力效 干盐 一 黄花蜜菜一两 黄莲椒花头一两 用第二次清米干 及桃米水 炖腐汁 二 卢会大人二片 小孩一片 取汁液 加冰糠炖腐 三 阴沉三两 咸丰草四两 煮黑糖当茶喝 四 零角根 水瓶 水瓶取干净的 水田刚撒农药者 不可取 两种洗净 加冰糖上 煎水符 便秘 大黄一前半 盐墨 然后拌麻油三前 蜂蜜二前服用 糖尿病 一 生黄湿五前 淮山一两 红甘蔗根一两 煎水 当茶饮用 二 甘蔗上的嫩芽三两 以清水五碗 煎剩一碗 不拘时温浮 月经痛 生姜一块 压碎 葱白带根 五根 红糖三两 凉碗水 放入锅中煮沸五分钟 再加胡椒粉一汤匙 月经来时腹痛 或产后淤血不下腹痛 趁热服下 立即见效 可继续服用几次 白带 一 白肉豆根二两 白机关花一钱 白果三钱 白龙传花头二钱 水煎符 二 带餐 银杏 芥石 莲子 各三件 瓷灵 白树 制狮 碧蟹 熟地 各二钱 莲须 龙眼花 干草烧 各一钱半 水煎符 三 白肉豆花四十朵 鸭蛋二个 炒麻油吃 吉玉 四 明凡 穿胸 清爱各二钱 煎水洗阴布 数次吉玉 外用不可内服 产后缺乳 生鸭蛋两个 生姜五钱 切丝 麻油一两 食盐少许 麻油先放入锅中烧热 再放入姜丝炒熟 汲取出鱼碗内 放在一边备用 接住再导入麻油 煎沸后 把鸭蛋两个分别敲破放入 用煎池弄开蛋黄 成为圆饼状 然后把炒好的姜丝分成两份 连同少许食盐倒在两个蛋黄上 用煎池合起来 如何包状 连翻三次即可 产妇每天三餐 吃此麻油将鸭蛋 乳汁如永泉 可足未补婴儿 是素食者补品 以经 金英子五钱 和冰糖二两顿服 流鼻血 一 高利地二钱 及人参的头部 以水一碗半 兼胜八分 分二次服用 二 生地 麦冬各五钱 水兼服 即止 三 毛根二钱 黑枝子二钱 冰糖三钱 兼服 即止 下粒 一 凤围草 全草兼黑糖 服之 自愈 二 翻石流 八月 嫩叶 捣碎 用纱布挤下枝 加少许盐 服下 每次喝一小杯 一 二次即效 脚抽筋 可将一人煮汤 常吃 即欲 一人游离脚气 利尿 美肌肤功效 鱼鳞质 一 生肥猪肉 一小块 铜钱大小 厚约二公分 以盐腌三日 然后取出贴在鱼鳞质上 用纱布绑住 四天后 鱼鳞质自然脱落 二 有孔铜钱一枚 如无铜钱 以铅板钻孔代支 冰糖一小块 夹子一把 以铅孔或铅板孔 套在鱼鳞质上 铜钱亦在保护质边皮肤 再以夹子加冰糖 用火燃支 融化后的糖液 滴两滴在孔系换处 然后取下铜钱 隔二分钟后 以铜法再滴一遍即可 三 四天内 自然脱落 肺子 一 以热水洗汗垢 用浓盐水涂擦换处 十分钟后 再用水冲洗干净 切记用肥皂洗汁 即可消除 二 用清水一盆 至太阳下 晒热 用此热水洗澡 即消 香港角 红紫苏叶 花园有重 摘一些 擦角 然后夹在脚趾处 常擦至好为止 火烧水烫 以棉花或纱布浸米酒 取出贴伤处 及时止痛 棉花或纱布 前十仍在禁酒 取出贴伤处 止痛生肉 成为妙方 鳄窗肿痛 蒜头数个 捣烂 擦窗处 数日急欲 铁打伤筋 韭菜捣烂 麸伤筋处 数日急欲 解百毒 绿豆和甘草同煮 饮汁 百毒即解 止血丹 可至中药店 买生蒲黄20元 注放瓶子 若不小心刀伤 跌伤等小伤 流血不止 可以此物撒敷 然后用草布包好 立即止血 且痊愈慎素 该药有止血消炎作用 但若伤口太大 则需送医缝合治疗 感谢造军提供了 救世妙方 供世人参考 弟子觉得家庭主妇 要料理三餐 又要照顾小孩 繁忙异常 尤其抚育小孩 更是费尽心血 小孩若知吃能睡 则尚有喘气机会 一遇受精或生病 则日夜哭啼 最伤母心 连累大人也无法休息 弟子深信收精一法 在佛堂一常 为善信小孩收精 颇具效果 齐造军提供 一个教简便收精法 给家庭主妇 自己为小孩收精 不但可以节省费用 亦能激起世人 对无形神灵一种信心 妙哉 小孩魂魄居住 肉体时间尚短 如人迁入心居 不太习惯 一遇风吹草动 即日夜难眠 啼哭不止 或吐辱经教 俗称凿 受精 为使家庭大笑平安 老少安眠 特事收精法 一 将我所助生命之光 一本放至神桌上 或瓦斯炉上 并准备清茶一杯 至岸上 然后点燃三支箱 向造军禀告 小孩姓名 住址 生辰年月日时 即目前精神 身体 状况 如好哭 吐辱 不眠 惊叫等 大人受精 也可用此法 二 然后用以三支箱 在小孩面前 胸前上下摆动 口念收精咒曰 收精咒 拜请九天私命 护宅真君来收精 收其孝儿某某某 失落魂魄 受精原神 归在本身 收起东方经无经 西方经无经 南方经无经 北方经无经 中央经无经 五方正弃护身煞气除 大经小经化无事 子丑淫卯尘以五 未身有虚害 十二元神自在 百病消除身无灾 日吃饭乳之香味 夜好安眠不体哭 生命之光照灵台 无奉九天私命 护宅真君 及及如律令 念三次 三 然后再用手中之三支香 在敬茶内 及茶杯口上方 写 魂魄自在 万无挂碍 八字 每字重叠无妨 然后再画十个圆圈 及壁 写字十口念 魂魄自在 身无挂碍 三魂七魄 圆满愉快 十方正神 护体煞解 甘露伐水 解病消灾 念完可将此 伐水给小孩喝 则可平安无事 此本生命之光 可至神岸上供奉 以后可再应用 效力更佳 伐水服事 魂魄自在 万无挂碍 国语有生善书 圣德堂善书 生命之光 主助先佛为九天私命真君 九天私命真君将 誓曰 神仙住驾在心房 敬念一团无极香 秦嫂眼前尘惠敬 光辉自可嗅天香 圣事 冬天到了 大家天衣欲寒 库存空了 四处寻找捕获 存折余款少了 拼命赚钱储蓄 道德亏空了 世人为何置之不理 不要让身心造成了 道德营养不良症 若昏倒了 谁来搭救 许多人三餐鱼肉 营养丰富 理应身心健康 但却见其面黄肌兽 是否造军失职呢 冤枉 世人三餐丰富 但因前世欠了太多罪债 或今生生活不正常 无形中消耗了 他的养分 阳气 或因先天待夜 遗传病因于体内 五脏六腑 对这些鱼肉养分 不敢领受 鱼饵 肉饵 精明鱼饵不敢领受 所以世人要多行善积德 来世要想一些口服 才有资格销售 否则鱼肉吃太多 胃肠害怕 不敢接受 反而令他痛苦万分 只好用水清洗一番 让他肚痛 谢力 多吃鱼肉反而是浪费 有云 或从口出 并从口入 造军主宰饮食 许多食品里面 含有细菌 人食后 产生疾病 扣问造军是否要负些责任 不道德的商人 在制造食品中 不注重卫生 任苍蝇沾时 遗留病菌 因为未经炉火高热处理 所以遗害世人 则在商人 这不能怪造军 何谓误处东厨 如何避免触犯 东厨即是造军 何以言东 每当朝阳东生 家庭主妇便要下厨煮饭 故厨房又约 东厨 误处东厨 即是要保持厨房干净 肃静 不可不静而触犯造军 掰掰社教 世人每都杀猪宰羊 这些牲畜都要经过 卢府煎熬 造军觉得如何 拜神建教 乃是神圣之祭典 每逢此时 厨房成为血腥屠宰场 积压于猪羊 成群跳河自杀 此河为热河 油锅 他们跳入河中 只听一声惨叫 便隐恨而亡 仙佛们在旁 痛不欲生 想救他一命 都觉烫手 一群群畜魂都奔到仙佛面前 呼冤道 如果不是世人 想孝敬你们先佛 我们也不会走投无路 遭到杀害之祸 我们一定要控告 先佛教唆世人杀生 此刻先佛们有口难辩 誓言道 绝对没有叫众生 杀你们来祭拜 只是众生想保口腹 及讨好先佛才如此做的 这群冤魂投诉无门 只好往地狱 向明王伸冤了 既然拜神建教 不必杀生献功生理 应如何办理才能祈祥妖福 并尽到答谢神恩的心意呢 供桌上排放了一条死猪 叫先佛如何下手呢 此时先佛一定要准备猪刀 酱油 先将猪狮切开 一块一块沾些酱油 否则无味无素 无咸无辣 怎么吃得下口 有时供奉久了 满桌苍蝇 一身冷冻猪肉 不再加温 怎么吃得下口 如果先佛馋嘴的话 我看个个要闹肚痛 谢力 要去请化 驼仙翁或药师 佛处方治疗了 严重的话 还要住进天医院急诊了 供桌上白满整条猪 羊 鸭 鸡 鱼 以我造军看来 甚觉偶心 怎吞得下口呢 故众生拜神敬佛 切勿将这些动物尸体 抬来神前 如此岂不是将圣殿变为灵堂 以死尸拜神敬佛 真不是味道 这些东西如果用来拜四恶鬼们 他们度负恶极 不管死尸活物 有物便抢食 尚有可原 神仙圣佛身居逍遥之地 自有烟霞云雾 土纳为生 既然不食人间烟火 怎会对供桌上 这些动物尸体 动起贪吃念头呢 以上拜神之礼 已经阐明 众生以后当要改去陋习 众生自己要食 我尚可不干涉 如要用来拜神 当以水果鲜花为贡品 这些不经人间烟火之东西 献功神佛 才能感召神佛见纳 如有所祈求 才能如愿 厨房 瓦斯炉之安置 如何才是极力的方位 应各有各的论法 以现在方位学 地理学来说 应如何安置 才算极香 厨房是住宅的心脏 它解决全家人 每日食的问题 对家庭主妇而言 厨房是它主要的工作场所 左右全家人的健康情况 厨房 瓦斯炉已设在住宅的东方最佳 故厨房又称东厨 清晨有太阳光 射入厨房 对于早起的主妇来说 是最舒适 愉快的地方 旷阳光有杀菌能力 更显出家庭富有朝气 因现代人口巨增 家宅宽度有限 都是小家庭住宅 若过分讲求方左 恐一家以500摄炉灶之位置 故不必拘逆古法 自认适当位置吉宜 但既从大门一眼 即可见到炉台为吉 这也是表示厨房隐秘性 因厨房路线 一些油瓶 锅斧 碗筷 刀针等难免显得不整齐 破坏美观 且有一种参风露宿感觉 故约凶相 拜造菌时 如无事宜地方插香 如何办理 可用杯子圣米 相差于米中 拜后此米倒入米缸食用 甚佳 家庭安置瓦斯炉 是否需要则即日即时 若清洗时随便移动 是否会触犯造菌 世人迁新居 大都则即日为之 此时一并安炉即可 随便移动炉灶无妨 但炉灶已敬为家 若时时移动 表示家有变动 故云锅一动 灶一静 现代厨房用瓦斯炉炒菜 煎肉 其温度长过高 导致脂肪不正常分解 对人体之心沉代谢有不良影响 据闻近代医学统计 对癌症病例高升 与此有关是否属实 火候太高 食物变质 人时候 灵性渐渐昏沉 故神仙有不识人间烟火之说 即是在吃的那些纯真无污之气 免受烟火蒙污 熏昏 现代人病症繁多 与此有关 家庭主妇做菜时 常带锅内石油冒浓烟时 才下菜 甚至引燃锅内油 沿此做法 做菜较脆可口 弟子常在报章杂志上 看到回锅油 多次煎炸过的油 少用为妙 像早餐吃的油条 炸油条店老板是否常换油 且当今植物性石油纯度难吃 所以有人提议 常以蒸法吹食 对身体更为有益 但讲求味道者 又难接受 有淀粉类之食物 以高温油炒炸 少吃为妙 民以食为天 望众生君体见 国语有生善书 圣德堂善书 生命之光 主助先佛为九天私命真君 九天私命真君将 世约大道新传将圣堂 人心直指透中央 明灯普照开心路 醒悟回头彼岸方 圣氏举着这把光明的圣火 它是大道新传 代代的传递 照亮了人心 焚化那污秽杂草 枯萎暗念 世人醒来吧 人生有限 何不求得心安 奔向光明的大道 若全家远行 外出数日 家里供有菩萨 祖先神位 不能早晚献香 该怎么办 外出正逢年节 祭日之祭拜 是否可提早举行 家中奉祀先佛神位 早晚需要行礼上香 但若要外出 可以焚香祷告缘由 向先佛请假 如逢先佛圣诞 可以提早举行 祝寿典礼 造君一身化无量 其道安在 世人有者疑惑 家家有造君 造君是如何分形化身的 古云千江有水 千江月 万里无云万里天 造君虽为一体 但能化身千万亿 一厘米 可以化为千万厘米 人类的生化 初世便五官四知齐全 谁能由此巧夺天公之术呢 实乃一气之天地妙化 一张嘴可以说千万句话 一双眼 能看千万形象 一对耳 可听万种声音 一双手 可以做千万事 故曰 双手万能 那么一个造君化为亿万造君 有何难呢 说太多反而不清楚 记住一把火 可以点燃千万把火 这就是我的化身妙法 太上感应偏云 对造银勇 即 有罪 金则主妇 边煮菜 边哼歌 大有人在 是否有罪 古云对造银勇 会冒毒造君 其理为 一 在造前银勇 为风花雪月之诗歌 故有所禁忌 二 在造前哭泣 必有伤心事 造为三餐种地 当已欢欣心情去料理 才能煮得好滋味 不然眼泪和饭吞 减甜分不清 在烹饪过程中 自然有所偏差 故忌之 金之主妇在府房永淫歌剧 如不涉及风化文词 无妨 古传造上不可奸药 现代人为求方便 若服中药 都是在造台上奸药 是否有违造君本意 炉灶为烹饪重地地 除了食物外 不宜在此烤煮 药为致病之物 若在炉灶上奸煮 有吃药如吃饭 表示家庭会常生病 知禁忌 故古人煎药 均另起炉灶 在小火炉煎煮 有远病静灶之意 金球方便 灶炉上煎药无妨 幼云 菜柜中不放药品 均暗示远离药除之意 修道人死后 用火葬是否合理 修道人若火后到家 生前具有是身躯四大甲合 如臭皮囊 换体之境界 火化正式替他解除累赘 挂碍 使其灵性排气这些骨架 得得到更轻松境界 如其生前没有这个意愿 包括捐躯体 脏腑 眼磨等 死后再为其火化 或分割 都令死者灵性痛苦 因其心上有所留恋 故觉痛苦 故一慎为之 现代的家庭 主妇为保持清洁及处理方便起见 瓦斯鲁及灶台上 往往在上面铺旧报纸 待若干时日 报纸肮脏 只需卷起丢掉 再铺新的 这样废物利用很是不错 但站在爱惜字纸上 此种行为显然考了零分 不知灶君看法如何呢 将你的旧相片拿来铺设瓦斯鲁灶 愿意吗 自视圣人的遗迹 报纸帮助世人沟通感情 报告消息 无形的功德甚大 设若没有文字 人类也将成为文盲 也没有今天的进步 样样齐全 让世人享受不尽 所以旧报纸 仍已卖出再还原为纸 将重新造纸为家 一点有毒污秽衣服 人人想擦掉 报纸上文字 还是保持干净为妙 若有需要 可用无字纸张电枝 小编提醒大家 有字的纸千万不能乱丢 不能乱擦 因为自视圣人给我们传递讯息的媒介 功德甚大 若乱处理 罪恶报应很大 反之若能将脏字只洗干净 拿去纸类回收 妥善处理 福报也很大 国语有声善书 圣德堂善书 生命之光 主助先佛为九天思命真君 有云 妇女不能踏造 若家中没有安装排油烟机 只得买回拖把 新的 用来擦墙上的油烟 如此有否冒毒造军 再者 现在公寓房子 因空间有限 在厨房边阳台晒衣服 是否冒毒造军 古传妇女不能踏造 其原因有二 一不雅观 二 妇女美怀身孕 爬高甚为危险 故云 妇女踏造冒毒造军 至于造前阳台晒衣服 不雅观又容易污染油烟 但若地方不够 晒之无妨 头上三尺有神明 是指那一种神明 语云 抬头三尺有神明 此神明细致心神 人的头上都有一层光圈 其颜色不一 随人心变化 善恶健康情形 而产生不同颜色 但以金色 白色 黄色为佳 此是善化颜色 及善人的光色 绿色 蓝色 红色次之 此是棕色 一般人颜色 灰色 黑色为胸 此是恶化颜色 及恶人的光色 或者各种颜色掺杂 显示出人的情绪 心念复杂 何以称神明 即炎人的精神光 明度 此种光 上浮于人的头上 故先觉者善观气色 而断人运气 命运 此神又称三师神 三师 三尺锦差一撇 此即是一人的上面 有一个口 此口即是一丝 人的光圈 亦是一面 圆形镜子 用以自照 此神助于头上 人心之神 造君即光神 察人善恶 为一神多元化之神明 愿众生勿之 有人出外谋生 城市又没有足够房间 往往把厨房当作浴室 对造君实为不敬 该怎么办 出外不便 没有厨房设备 可取木板或布曼遮阁 如此也较有隐秘性 安全感 一有云灶上夜间 不可放置任何东西 那么瓦斯炉上的锅子 是否每夜要拿开 二习俗关系 每逢年节 由妇女杀生拜拜 何况鸡鸭肉 又非主妇一人吃 其罪业是否主妇一人承担 三我已吃素 但公婆吃婚 吃素人主婚有否关系 一夜间灶上 不宜放置东西 系指菜饭而言 菜饭需收拾 放入橱柜或冰箱内 以免被毒虫 老鼠沾过流毒 锅子放置炉上无妨 但若其他地方有位子 则放置别处 可保厨房整洁美观 二主妇宰沙生林 大家分食 有福同享 有祸同当 三吃素者 公婆尚未持斋 为了孝顺 须煮婚 无罪 切勿自责 舍妹全家持斋修道 三餐煮的是素菜 却于某年八月初三日 造军圣诞日 正在厨房煮饭时候 因快锅爆炸 不幸受伤去世 她的厨房是标准天厨 为何有此不幸 人为万物之灵 发明文明 物质享受 反而带来了文明弊病 活生生的人被快锅杀死 令人哀痛 到底它是什么 前世因果造成 丘女不幸 因快锅爆炸而亡 家人悲伤 亲友惋惜 继修大道 素斋天厨 理应善终 金雀悲亡 莫非上天不公 世人为了亲情 都有此抱怨 然而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人的命运 不可仅以现世的种种 来下判断修救 丘女前世为出家女泥 一日佛诞日 寺中举行法会 各地善信 纷纷来寺参乡拜佛 女泥亦为准备素宴 于厨房忙碌万分 已尽中午 相容拥挤 纷纷往厨房提菜 女泥将一桶热菜汤 置于灶上 因一时疏忽 为放妥善 人群拥挤 一不小心撞击 此桶热汤而倾倒 将一位小孩 急在旁 二位大人烫得面目全非 经一致结果 小孩伤众而亡 两位大人 一位眼盲 一位幸得痊愈 但已满脸疤伤 女泥为此事 心中日夜交责 忏悔佛前 愿为这些不幸者 承担一切痛苦及罪业 从此持戒苦修一日一餐 常忍饥不食 以求消罪 年至六十而终 转生为金氏丘女 丘女此事颇有善根 求道斋戒 言经修身 素具出臣之志 因前夜未尽 只得借此事之繁区 了夜而成道 故于造军圣诞日 于厨房了夜归空 现已夜禁于西方 逍遥快乐 愿其家人物 愿天尤人 因果报应 其俗献能观 知其前夜 死而无憾 愿 造军显化救命计 这回圣德杂志 生命之光 征求问题 使我喜出望外 必忍隐藏三 四年的恩惠 终于有了解释 三 四年前 有一日我感冒 长子说 妈妈您身体不好 由我替您烧一下饭菜吧 吃完饭后 就对我说 我们要去上学了 随后兄弟姊妹三人 就要出门上学 我就将长子 换到面前 问道 昨晚剩下来的菜汤 有没有温热 长子道 没有 于是 就拿去加热 也许是时间太晚了 一时太急 没有跟我讲 就跑去上学了 过了大约半小时之后 我处于霧昧中 在房间之内 庞扶见到一阵云雾 其中出现一位 不知何方驾到的仙人 用很急的口吻告诉我 赶快到厨房 去关掉瓦斯开关 此时 我本人的繁体 并无去关 但好像是做梦 去关掉瓦斯 可是不管用尽多大力气关掉 却关不熄火 此时这位仙佛告诉我 快快去投魂在你的繁体 于是我灵魂走到房门前 才真正看见我的肉体 心想 快醒来 于是繁体就真的醒了 但却处于半信半疑之中 就跑到厨房 看一看时需 是否有如妒昧中 所见之情形 乍看之下 所炖热的炖物已烧焦 锅子已快爆裂了 于是捏紧鼻孔 把开关关掉 心想一定是有先佛前来相救 才信于逃过此劫 于是免于家毁人亡之灾 这一定是平时有拜佛 才能躲过之劫术 心想这是先佛前来搭救 不知此先佛是否实造军中 趁此机会请九天私命真君 为信女做一个指点 信女从今后必诚心拜佛 报答旧劫之恩 从这则真实故事 证明了生死由命 富贵在天 臣女家中能从祝荣火灾中 得到神明灵应显化 挽回一场灾结 源于臣女前世生为农妇 造上设有私命真君神位 每日虔诚敬拜造神 严守古礼 造前绝不恶口咒骂打小孩 每日打扫干净 还甚为孝顺公婆 每日冬天必准备炉火 供二老取暖 敬夫孝顺 祭造游城 经常劝邻居妇女敬拜造君 讲述道理 感化临父 改去于造前恶口咒骂 轰不敬衣服 清洗造上牲畜血迹等恶习 积了不少功德 感动造君 故此是能得造君显化指点 脱节消灾 明明中因果的报应 丝毫不爽 行善得善报 行恶得恶报 信而有止 愿世人身物之 国语有生善书 圣德堂善书 生命之光 主著先佛为九天私命真君 瑶池嫁前董双成元君将 诗曰 一纸搬来圣德堂 新书一部发豪光 居家必备勤修读 即庆临门饭菜香 圣氏 今夜无奉母命带一纸宣读 神人俯服 亲奉 无疾瑶池老母一纸曰 母居瑶池 心念圆灵众生 世道变迁 人心疏益 已有古时民风淳朴 如毛银血 进化至文明科技盛世 人类三餐 讲究精美 卫生 稀图具口腹之美 古道已荡然无存 厨房虽少乌烟 心地却为尘埃严重污染 甚而畅无神论 藐视固有道德 兼淫道诈之风盛行 形成人面寿心之态 疑惑非浅 令母哀叹 今未恢复古道 适应文明 令今世之人 知觉本源 追求心知 了悟真理 修习文明之道 故于八月初五日 颁易旨一道 命而无疾圣德堂 著作新书一部 明曰生命之光 由九天思命真君 将笔解答事宜 七将厨房之油烟 化为祭食丹丸 引导灶火光辉 照耀生命园灵 该书缘限期一个月铸成 但未求集思广义 尽善尽美 解开世人一切迷惑 以言时日 母念此书宝贵 著作不义 诸子已尽心尽力 故宽怀不择 书已接近完成 母心心悦 命在本年十二月念四日子 时送造军回天树之时 印成缴书 使书由造军 带回报缴玉帝及老母 作为荆棘报喜 圣德光辉之献礼 天下众生 家家厨房设有炉灶 三餐生活主食 使得延生为命 造军功德浩荡 西世人为之崇敬礼拜 唯有借此机会 捐印使书以利 圣德杂志社广为印诵流传 产阳造军新生 叙述修道真理 引人正信 不但可报达造军红恩 无形忠义增加生命之光辉 缴书之日 主是须将捐印者姓名 住址 策述 祈愿等事项 制成表彰 一并焚化 由造军带回报缴 朱子不复圣命 有始有终 参注宝书 特赐园邻清静 光加十度 愿朱子成先起后 宏道不化 祝母收缘 以为母心也 亲栽勿乎 叩守谢恩 王禅老祖将 诗曰 造军应运著新书 庙里偏偏富太初 生命之光 宠宇宙 居家必备圣舟车 赞生命之光 盛德唐凤瑶 持义著作生命之光 圣彼扬生出题 造军解答 各显其能 深入浅出 礼和中道 书中保有传统 进而产阳新枝 成为家庭必备良书 厨房料理之宝剑 新植新书即将父子 特殊树言 以为颂赞 纯阳大帝将 诗曰 圣德唐中献瑞光 造军献化出厨房 产阳大道解一货 一部新书万古阳 诵生命之光 私命真君为 鸾门三圣恩主之一 观圣帝君 纯阳帝君 私命真君 产教度人 居一家之主 户宅又民 西世人忽视其大德 但望其封宫 姓今圣德唐 奉旨著书 造军成鸾将笔 阐述新生 道进庙里 直指玄关 顿开世人茅塞 真经传世 妙方济威 一片婆心 显露无遗 阳生发问 针对石壁 造军解答 深入三昧 人类生命因而大放光明 延年易受 道德修养 却并消灾 尽在书中可得 众生有幸 参阅世书 定能开大智慧 解无尽或得无上道 资直是生命之光出版 特殊树言颂赞 济公活佛将 诗曰 家家要拜造门公 有事相求自感通 护宅又民私命我 无名古佛一英雄 赞生命之光 生命无限 只因世人远离佛光 生命无限 只因世人贪欲神丧 生命无限 只因世人妄行遭殃 生命无限 只因世人不知保养 生命无限 只因世人造孽猖狂 多行善 少作恶 保你生命长 造军啊 土新生 世人勿淡妄 观音大士将 诗曰 甘露普诗变大千 造军讲述物真篇 神人问答开疑惑 生命光辉要九天 赞生命之光 造军走出厨房 以三昧真火 烹饪了一桌精神食粮 生命之光 赐给世人佐餐 多年的鱼肉 补不了众生心灵的空虚 衣不了精神的疮痛 几经研究 造军发明了生命丹丸 不经人间烟火 炼制了这一本救世食粮 里面包含各种营养素 恰病方 愿众生珍惜 加以吸收应用 多予注印流传 使你生命之光无远福界 愿你的光布满宇宙 让灵光的生命永无止境 九天醒世真人详 盛世 新逢九天私命 真君著作生命之光 一书完成 无特降丸台中圣德堂 参赞书末 世农工商 日为三餐 不离造军烟火 故无以土农工商作歌 借资劝世 愿众生免之 一 诗曰 寒窗苦读费神思 只为成功不欲持 贵折禅功全夙愿 明灯虎榜要门眉 诗书满父千秋美 刚祭敦修万世姬 勿使亏心而允洁 荣生不愧凤凰池 免是歌 是为似民首 诗书满父有 凤茅能济美 名垂永不朽 一战战而兢兢 勿孝载宇棉白昼 敦伦立即 声明荣显勿已丑 大义长存 大德长守 功名德姓 诸一未典首 勿偷香而窃欲 防污漏而必丑 千秋众鹤 姓氏可长久 一方万事 人人望遵守 领灾领灾 不朽不朽 二 诗曰 寒补谷腹热无忧 自是封年大有秋 李雨除云辛苦祭 春更下众热丰收 盘餐历历如真玉 背汗珠珠若水流 架色原来家国众 物音荒芜满田秋 劝农歌 神农功勋大 叫人架色热以农 声明活祭 未可放松 背汗虽辛苦 盘餐历历香 李雨除云去 春更下众秋收藏 仓库满盈风 寒补谷父庆年风 欧歌激壤 饱热生平白头翁 罪重道粮 免之勿荒 免之勿荒 三 诗曰 百亿无他贵至今 功夫点点夺心英 物音妖巧挺才记 须作监牢造物成 任世为监无邪怨 虽然快意亦存成 一般造就通天窍 李化关头万事名 免功歌 百亿可随身 规矩作准绳 物糊涂物换音 造作虽巧作成 亦要一致与精纯 妖巧非酒计 毕竟损精神 天巧即使由人夺 心田要一物查真 趣味存成 不愧端人 身为员工 做事认真 应付应付 损得欺人 已改过去 万事回春 物秒无言 物秒无言 听之真真 四 诗曰 存心守性莫相欺 功道轮回 福可随 燕子高峰留举会 桃珠遗迹 作归仪 好贪一点 鬼神怒 正值三分天地之 倘若常怀为巧计 恐招灾祸暗中失 劝伤歌 魏力迎生 生生做伤人 须正值 要公平 逃诸为法则 燕子做准绳 同手无欺 货物要真 若存心诈骗 天地鬼神也相称 金钱来往 支票经营 信用要分明 物贪物诈可叮咛 大入小出伤音系 金两公正 燕山无子会后生 须积德 物伤身 免之力行 免之力行 国语有生善书 圣德堂善书 生命之光 主著先佛为九天私命真君 九天私命真君将 世曰 九气清风便处生 天人际会庆生平 司空有道全推重 命禀无虚礼至今 真载为黄通地缺 君恩浩荡灌神经 将忠在德循环内 笔梦生花重圣明 圣事 今夜无将笔 著作《新造经》一部 应时应运 言简一身 西世人前颂熟读 妙用无穷 新造经 香赞 炉香炸热 发界猛熏 诸圣海会西摇文 随处结祥云 诚意方音 诸圣献全身 归命香云 覆盖大天尊 归命香云 覆盖大天尊 归命香云 覆盖大天尊 至新归命理 九天思命 护宅天尊 九天思命 护宅天尊 九天思命 护宅天尊 盘古开天地 乾坤献光明 造君司生命 护宅饮食行 真火通三界 伐水救众生 早午夜时刻 厨房倒闭精 烟火吹俗气 保护人未盈 功高严性命 家庭保安宁 炉中起真火 光明日上升 道不远家宅 上天赐恩情 悬门造君柱 日夜点明灯 朝夕应鼎礼 灵山拜货僧 明师开之鞘 真君献须灵 造前性命地 日夜须扫清 天除食粮足 素菜可衍生 世人物污秽 厨房则非清 造君术来历 古老火金仙 南华铜一脉 正气仰浩燃 燃烧损自己 照耀度有缘 世界科学胜 社会慢乌烟 横柴染毒气 人心多变迁 火老性本裂 邪魔必不前 普渡逢家运 火宅降道远 人人造君静 家家学神仙 杂念归火化 邪思灭断缘 烦恼坐灰冷 道心铁时间 参鸾寝悟道 求师只观玄 默默行善德 心性热宜然 男人静造君 前程日升迁 女人静造君 一经家平安 商人静造君 生意静万千 工人静造君 三餐日封宴 世人静造君 学业智慧献 农人静造君 五谷鸡如天 小孩静造君 活泼美又甜 道人静造君 单熟正神仙 僧人静造君 功成上西天 造君人当静 经文数一篇 勤念磨难少 遵行见佛先 有求定有应 功德不大千 顶礼造君拜 家家种福田 顽经赞 经功完满 威德无疆 紫云锐气爱盈堂 西府将真详 长幼安康 赞颂浦龙昌 归命摇持金母大天尊 归命虚空地母无量此尊 愿以此功德 普及以一切 诵经消灾障 永远享福泽 国语有生善书 圣德堂善书 生命之光 主诸先佛为九天私命真君 后继 明朝渝都玉造神祭 明朝世宗嘉靖年间 在江西地方有一位儒生 名教渝都 自称良辰 博学多才 曾与朋友们共同建立了一座文昌社 在社内提倡西字 放声 借银 借杀 借口过等的善事 但他参加了七次科试 都没有考中 生了五个儿女 其中有三个儿子夭折 他的第三个儿子 左脚生有双智 他们夫妇俩极为喜爱 八岁时在村里中游戏 突然失踪了 生了五个孩子 只存了一个女孩 这个人家处在这样一个悲惨的环境中 说来是很悲惨的 因此他的太太为了痛哭儿女 眼睛一哭瞎了 从此家境更为贫困窘迫 他想想自己并无过错 竟惨遭天罚 当他四十岁后 每逢腊月底 就写书文向造军祈祷 请求上报玉皇大帝 在他四十七岁那年的除夕 郑宇瞎了眼睛的妻子 和一个女儿很凄凉地坐着时 呼见一位头戴方角中 身穿黑衣服的人 他的头发已经半白 自称是从远路回来 听见渔公忧愁叹息的声音 故特地来相安慰 渔公听他这么一讲 觉得很奇怪 因此陈述他家中状况 并讲起上书文的事情 这位客人答道 我早已知道你们家中的事情了 你内心对人恨意太重 专爱做那虚名的事 满指诉着怨恨 用亵渎的话承报上帝 恐怕要受的处罚 还不止如此呢 渔公说 我立事行善事 严格遵守规挑 岂是虚名吗 那位客人说 你所遵守的规挑中 按那西字一项来讲 你见学生用旧书的纸张 胡窗包东西 你就不予警戒 讲道放声 你不过因人而成其事 内心并没有动慈悲的念头 并且瞎语泻 亦放在厨房里烹煮 难道他们就不是生命吗 如果论口过 更不能禁止 你一生争论就触怒鬼神 暗中所做的恶事 被登记的证不知有多少 邪淫的行为虽不见有实际的行动 然一见美色 内心就放不开 只是没有邪缘相凑而已 你的书文到达上天玉帝面前 玉帝就派着使者查查你的差恶 几年中 没有一点真实的善功可继 但见你在单独相处的时候 贪念 淫念 极度念 高是自己 卑视别人的意念 及恩仇报复的念头 心智不定地藏在胸中 顾结不能解 想逃货还恐不及 怎能得福呢 这时于弓箭自己的过恶 都被说了出来 就伏在地上留着涕泪道 你能通晓幽明的事 一定是为神明 愿求你救度 他说 你亦知道目善为热 但你善根不深 横性不顾 所以生平善行 都是一套敷衍和虚伪 从今以后 凡数贪念 淫念 虚伪客气 以及所有妄想杂念 一律要收拾得干干净净 你念头来了 只能理会善的一边去 自己力量能做到的 要不图报 不求名 不论大小难易的事 要耐心去做 如果自己力量办不到的事 亦要勤勤恳恳 使得善意圆满 并要发自恒心 不可有始无中地形成怠惰 待人处事不可自欺欺人 自然会有不可测之笑宴 因为你家中奉事 我很虔诚 很洁净 所以我特用这些话告诉你 作为报答 他说完这话走进厨房就不见了 才知道他原来是造神光临 于是点起香来叩谢 就在第二天大年初一 祈祷上天 历史痛改既往的过错 自己取了一个号叫敬意 来驱除坏的念头 当他初识行时 感到杂念分来 不是怀疑 就是懒惰 于是他就在观世音 佛像前叩头流血 自己发誓求善念 真诚纯洁 如果有丝毫对自己宽舍 则永远堕落地狱 每天早晨虔诚念诵 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圣号一百声 来祈求菩萨明明中保佑 从此他的一言一行 都好像有鬼神在旁 不敢做欺骗 凡有寄人利物的事 不论事情的大小 本身的闲忙 别人知道与否 他本身力量够与不够 都欢喜去做 甚至委屈求其成就 且以因果报应 逢人就予以劝话开导 因此在善行的熟练下 心念一动则万善相随 内心静的时候则一念不起 像这样迟行了三年 是与张江陵任香国 就聘请他去殉导儿子 后来他去参加乡试 得蒙考取而成进士 有一天 他见杨内健的几个孩子中 有一个孩子年方十六岁 看来很面熟 问他籍贯 是江诱人 说小时后误入两船 还有点儿记得姓氏和村里 再拖鞋子一看 果然有两颗痣 于公叫道 他是我的儿子 杨内健就将孩子送回于公家里 于夫人捂着孩子痛哭 血泪都流了出来 儿子傍着母亲给他是眼睛 眼睛就复明了 于公乃辞去官职 得张江陵乡国的厚礼相赠 后来他的儿子长大成婚 连生了七个孩子 并承绩着家庭书香 于公年寿活到八十岁才归天 他曾写了一篇玉造神迹来殉导子孙 造军是离我们很近的先佛 所以遇到困难可以求助 但记得一定要行善约 请大家一定要看本频道影片 血污持游记或到一赤拱横堂网站看善书 本频道已经有制作此书的 新造军真经客送影片 请查询国语有声善书 每日经咒新造经 新造军真经说明区有连结网址 感谢私命真君造军的慈悲开示 我们一定要吃素吃素可以让您减轻身心灵的负担 可断除杀业又有大福报 希望所有人都一定要为自己生前驻集灵修院 不然往生末后98%的人基本上根本回不了天 因为我们属末法众生 业障较重求道的人 前提还记得三宝与三师 是因为还可以去九九紫阳关考核 但是您有把握考核过关吗 没有过关就被打回地府 没有的话 一定要驻集灵修院与驻集弥勒净土 拱横堂可免费驻集弥勒净土 灵修院就只推荐这两间而已 五庙明正堂的无极正道院 拱横堂的浩天子寿灵修院 就这两间而已 小编知道会花点钱 但为了自己未来好几万年早想 这辈子就花这点钱 觉得值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敬修院 祈祷 祈祷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众 以气天心 目前 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 虚元堂 一赤拱横堂 皆需大家三师互持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亲自护法 资讯可知圣堂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